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车顶到啦 马尔特 事不过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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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 Ife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首轮 天津金门虎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 我是主持人悠悠 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宇轩老师和王欣欣指导 欢迎老师 大家好 我是宇轩 今天演播室非常开心 请到了王指导 欢迎您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天津金门虎和上海海港在赛季的一个引员情况 以及天津队其实在赛季前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两位老师觉得今天这样比赛的一些看点都有哪些呢 帮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王指导对天津队的情况应该是比较说这个您最有发言权的 对 就是其实今年大家都没想到金门虎这支球队还可以在中超去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说对于金门虎来讲可能准备上都是比较长处 而且就这次包括于根伟于智导在带顶这支球队的时候 也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需要组织一支球队来去参加这个比赛 可能说第一场比赛可能对双方来讲都是困难的 但其实对金门虎来讲它是更困难一些吧 对 从三月底集中到现在其实备战的时间非常短 在演员方面也是挺难的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能顶得住的话 我觉得对于全队也是世纪上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海港这边呢整体的阵容就已经框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赛应该还是争贯的热门之一 对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首轮的比赛 无论是实力强劲的球队还是说在赛季前遇到很多问题的球队 都能在首轮发挥出一个很好的表现 我们也期待天津金门虎有一个触底反弹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丰富的互动内容 首先是中超指挥官 为各位球迷提供了一个点评的新天地 欢迎大家呢去到社区当中 或者呢是在观赛夜卡 找到置顶的直播互动帖 来发表您对于比赛的看法 我们需要您的观点 其次呢是竞赛霸大神 那么各位呢在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 来参与这样的竞赛题的回答 如果您答对单题呢 将能够获得的是QB专属道具和专属优惠券 如果您全部题都答对的话 将能够评分赛后的2000元的现金大奖 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看到很多球迷已经答对全部的题目 获得了现金大奖 所以一定不要错过 最后就是我们的弹幕时刻了 那么我们呢在本场比赛的中场演播室环节 欢迎各位弹幕输入专属的助威口令 就有机会出现在我身后的大屏幕当中 为您的主队来加油助威打高 来实现在腾讯体育演播室当中的一种主场氛围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中超第一轮的各场比赛的一个赛果 以及要即将大奖的比赛 第一轮的比赛 重庆两江竞技 0比2山东泰山 广州得比 广州队2比2 战平了广州城非常精彩的教练 而青岛和苍州雄狮战成2比1 昨天河南苏山龙门1比2 西败给了深圳队 大连人是0比2 赋于长春亚太 后面还有三场的比赛 天津金门虎上海海港 河北对武汉 上海深花对北京国安 是 接下来三场比赛 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 今天这个天津金门虎这支队伍 那么天津金门虎 其实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 队里面的一些宝籍 这功臣 立马像艾哈迈多夫 都已经纷纷的离队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新赛季的一个影员名单 都有谁 因为这个消息呢 也是来的比较快 所以影员方面 尽力做到这样啊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卡达尔 陈科瑞 李松义 巴顿 从政周通 杨子豪 方敬奇 伊洛基 聂涛 伊洛基这个外援呢 今天首发里并没有上 他的实力呢 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山东 泰山算是帮了大忙啊 租借过来三名 可以说是实力派的球员 对对对 这三名最完 其实去年在山东 也没有更多 因为李松义是在广州 广州复利 获得一定的出场机会 可能陈科瑞和卡达尔 在山东可能也不是 不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球员 因为确实也是 这个金门虎 可能组队时间太晚了 他所能用的 可能都是各个球队边缘的 或者是可能 现在是不需要的球员 所以说他是把这些球员 拢在了一起去 及时去参加这个比赛吧 情况比较艰难 而且我们发现 其实天津金门虎 在赛前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们离这个 赛前的训练场地 或者赛前踩点的场地 比较远 所以就放弃了去进行一个踩点和 一个这样的一个试探 所以说对于球队来说的话 可能有各个方面的一些新闻 缠绕着这支球队 那刚才这个 我们的王指导也提到了 于根伟指导 成为了这个球队的主教练 兼总经理 那么我们都知道 于指导其实之前没有带过队 会不会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是一定的考验呢 虽然他很了解天津队 怎么说 其实吧 对于他来讲 就是接了一个完全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吧 其实说因为说这组队时间太晚 因为足球这个比赛 不是说你马上排提了30个人 或者报名25个人 30个人 你就可以去把这个比赛完成好 他需要一个长时间 有条不稳的一个准备工作 在这之前需要训练 需要准备期 需要好多体能上 身体上 精神各方面的准备 这支球队才有可能变好 在这之后也有可能 还有可能变得不好 所以说在这个 在这种变数当中 你要没做准备的话 可能你想变成一个好成绩 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在他这么多年 可能还没在主流的 这个教练圈里面 就一直在执教 对他来讲 肯定是更新 更难的一个课题 在休赛期 有人缘流失的情况 王志道也说了 体能的储备不足 磨合时间比较短 这个是在第一阶段 天津金门虎所面临着 最大的问题 那么靠什么去解决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靠 你团队的斗志 毕竟从无到有 我终于又有机会 能回到中超踢球了 我觉得本身 对于球员来说 应该是一件 有动力的事情 那么就是靠 意志品质来补 那这个时候 也许余根伟指导 作为天津做球的旗帜人物 他是最适合 去扛这个旗的 虽然说这个 非常艰难的情况 但是难得的机会 也希望天津队 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来通过 天津队的一个 备战情况 了解一下 新赛季的一个状态 天津金门虎 在本赛季的首场比赛 马上就要打响了 对手是上海海港队 两支球队 在历史的十次交手当中 天津金门虎 是从未占据过上风 一共是取得 八负两平 这样的一个成绩 而在开局 就遇到这样一个 强劲的对手 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 并不容易 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 天津金门虎 是遭遇着各式各样的 一个问题 所以在新赛季开赛之前 队员们如何去调整好 自己的一个心态 来迎战比赛 是一个问题 不过在赛前 主教练于跟伟 也给我们介绍的 现在全队 其实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迎接新赛季的首场比赛 在球队重新集结后吧 也是按部就班的 从球队的整体的团队建设 包括训练跟比赛的一些 这个安排 也是有序的进行当中 应该说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已经达到了相应比赛的要求吧 对于在三月底才开始恢复训练的 金门虎队来说 留给他们备战的时间 的确是短了一些 而且这样的备战 还是在人员变动较大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赛前 于跟伟还跟大家介绍了 全队提出的三个精神 毫无疑问 首场和海港队的比赛 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 充满了挑战 但至少目前全队的精神层面上 已经做好了准备 能否在首场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果 也值得期待 腾讯体育记者苏州报道 那么与天津金门虎情况不同的是 上海海港 其实在这次的一个基本阵容当中 有一定程度的针对性的补强 我们来通过影员名单 了解一下上海海港 麦斯多维棋 这是作为来客 用的很熟的一个出球型的中卫 很可惜在第一阶段报销了 打不了 所以必须由李昂来担任防线的领袖 在其他位置都是一番 我觉得有比较有针对性的补强 当然离开了霍尔克之后 球队的进攻端 由谁来扛骑 可能奥斯卡和安岛托维棋 要一起承担这个重任 阿波拉罕这名球员 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 这名19岁的小将 今天将上演自己的中超首秀 莱克确实挺敢用人的 是 那王志导 您怎么来看上海海港的 这个赛季的一个阵容储备 其实因为 其实他们现在上岗这些人 其实跟去年有最大的不同 可能其实就是因为 现行的这个政策 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可能也存在着这个现行的政策 所以说他们在引进球员 包括所有这些 整个投入各方面来讲 他是有区别的跟之前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上岗 其实他并没比去年弱 因为说他之前的这些人 都是之前的合同 所以说所有的人 基本上都在球队上 所以说对他的今年影响不大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 去年上岗在后几轮的表现 并不是特别理想 可能队伍内部 其实存在了一些问题 所以说今年这场比 这些比第一场比赛 最重要一点 就是上岗他内部 能不能解决好 他们自己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解决好了 可能这场比赛 对他来讲会变得容易一些 就像王昭所说 可能没有太大盘的影员 但是因为阿脑托维奇 奥斯卡的合同 都是之前的 我个人觉得留住了 奥斯卡能够完成续约 本身就是最强之人 已在阵中 因为我们讲道理 中超的其他 中冠的球队 很难再从市场上 买到这个级别的外援了 所以你能够留住的话 你本身就是一个提升 用好自己的球员就可以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即便首发 做了一定的调整 替补西上 还是群星云集 对 这一点上 可能是天津队 比较羡慕的 对 两个队 其实也不在一个档子上 就是去年 即便是去年天津准备的 很充分的情况下 其实这两支球队 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一个是为保际而战 一个是为冠军而战 所以说从今年上来讲 这 别说此消彼党这词了 就是说 可能上岗在不变化的情况下 天津可能更进一步 削弱了自己的一个实力 可能说在这场比赛当中 精神层面的东西 可能会更多一些吧 是 那我们其实还是要给 天津进门虎 更多的一个时间 或者说比赛的赛程 让他们去球队的磨合 和捏合会更好一些 一个训练画面之后 接下来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上海海港 新赛季的一个状况 新赛季中超联赛的大幕 已经拉开 而在苏州赛区 22号首个比赛日当中 上海海港队 即将迎战的是 天津金门虎队 两支球队在历史上 已经有过非常多次的交手 而在新赛季开始之前 对手天津金门虎队 曾遭遇着生存的危机 以及人员大面积的流失 那即使在对手 面临着困难的一个情况下 在面对开局的首场比赛当中 上海海港队 依旧不能够掉以轻心 那么关于明天这场比赛呢 我们已经训练了很久 来去准备中超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从准备期到现在 每一次的训练 训练课都 训练量都非常的大 准备得非常的充分 然后也希望第一场比赛 我们能够把平时训练的东西 来展现出来 然后拿下这场比赛 在周一下午出征的大部队当中 一共有27名球员 其中包括4名外援 以及6名优23队员 他们分别是陈宾兵 陈薇 聂孟 张华诚 阿布拉罕 贾薄言 在过去三个月时间里 莱科不断地考察 各个位置上的人员 以求找到自己心目中 最合适 首站的出场人员 新任主教练的到来 在新的技札术打法上 也给队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过大家都还在积极地 适应和磨合当中 因为也是之前经历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准备期 那么对于明天的比赛的开打 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这个我也是非常的自信 那么我们球队明天 应该会在比赛中 展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水平 因为我们球队上下 也是这个备战的非常的努力 那么而且呢 我们也是希望明天 对队的一点是 我们能够展现出 我们之前的一个 训练的一个成果 那么希望我们明天 能够拿下场比赛 在来到苏州园区后 海港队有三天的时间 用来备战本场比赛 临近联赛节目 教练组也有意识地 调整了一些 针对对手的训练内容 不过在赛前 主教练并没有向记者 过多的投入 球队来说的话 总归是为了 去为了争夺一些东西 去提比赛 那么这样才有 奋斗的一个目标 那么 之前的三个月的准备期 我们不管是在体能方面 还是在计算数从面 计算数从面 还是在这个心理层面 应该说我们 球队上下都表现出了 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 那么明天 忠诚的比赛的开打 首场比赛就要打响了 对于海港队来说 新的赛季 目标一定是取得 比去年更好的成绩 而好的成绩 都是在一场场比赛的 拼搏下完成的 第一场挑战就即将来临了 腾讯体育记者 苏球报道 是的 那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中超联赛的 首场比赛 我们也期待 无论是天津金门谷 还是上海海港 都能打出自己的 一个战术打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连线的是 我们腾讯体育记者 唐义荣 他现在所在位置 是在昆山市体育中心 来看看 他在现场 给我们带来了 什么样的消息 好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昆山体育中心 那么今天晚上 上海海港队和 天津金门谷队的比赛 马上就要打响了 那其实我们今天 在来到现场的时候 可以看到 球迷们正在 陆陆续续的进场 等待着今天比赛的开始 包括我们刚刚 在来到球场的时候 也看到 球队大巴在抵达的时候 有许多的球迷 在外面迎接着 自己组队的到来 我们现在那场 已经可以听到 球迷们的这个 呐喊声了 那其实由于 昆山距离上海的 这个车程呢 是只有一个多小时的 这样一个时间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 这个海港队的球迷呢 会比天津金门虎的球迷呢 更多一些 那回到这个比赛本身啊 我们其实对于这场 这场比赛 两支球队的一个备战情况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天津金门虎队这一边呢 你们都知道 在来到园区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 四天的时间来准备 这场比赛 而天津金门虎呢 由于这场比赛呢 距离这个球场 是距离园区 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两支球队昨天在赛前呢 都没有来到球场进行赛场 而是在园区内进行了 封闭的训练 天津金门虎这一边呢 从4点20到5点半 这样一个时间段呢 一直在闭门训练啊 主教练是希望 在这堂训练课的 演练的技战术内容 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有所展现 全队在赛前的最后一堂 备战训练课结束之后呢 还进行了这个视频会议 主要呢 也是针对上海海港队的 一些技战术打法呢 主教练给大家提出了 一些新的要求 以及在比赛场上呢 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而这场比赛呢 也是天津金门虎 对主教练于根伟呢 在中超的新赛季首秀 那这对于于根伟来说呢 这场比赛呢 其实呢也是 他自己也是 对这场比赛非常期待的 虽然说这是他的首秀 但他在 无论是在我们这个 之前的这个采访啊 还是交谈过程当中呢 他都一直显示出 非常的这个自信和从容 他本人也希望 把自己的这个勇气 和这份自信 传达给队里面的 一些年轻队员们 而上海海港队这一边呢 其实在新帅莱克 来到球队之后呢 他的这个训练时间呢 就改到了早上来进行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 上海海港队的这个训练呢 都是在早上十点钟进行的 球队其实在过去的 这个备战期间呢 一直进行了 许多场的这个日身赛 有十场日身赛啊 主教练给了很多小队员 一些上场的机会 那么他一直在考察 球队的阵容 也是希望呢 能够排出一个 最佳的十一人的阵容啊 其实到昨天这一堂赛前的最后 备战训练课结束之后呢 哪些队员能够在今天这场比赛 首发登场啊 其实大家心里都还没有数 不过今天我们在拿到这个 首发阵容之后呢 也可以看到啊 主教练在这个后防线上 两个边一位以及 这个中场的这个考虑 以及选择呢 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 其实在赛前的最后一堂 备战训练课当中呢 莱克也考虑到 在面对天津金门虎 这样一个球队的时候呢 对手很有可能会摆去一个 防守的姿态 所以全队在赛前的最后一堂 备战训练课的训练内容呢 主要是去怎么 破对手的密集防守 以及这个定位球的一个演练 今天早上呢 球队是在这个园区里 全队队员呢 散步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也是为了给赛前呢 队员们的一个身体进行放松 其实从两队历史的 这个交战记录来看啊 天津金门虎队从未有过这个 赢球的记录啊 也没有就是占据过上风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无论是从这个阵容 还是球队的这个实力来看呢 这场比赛 看起来对于天津队来说呢 是有困难的 但是啊 在新的赛季 天津金门虎以这样一个全新的面貌 在面对大家的时候呢 对海港队来说 更不要说球队的一个 技检术打法 以及球队的阵容啊 包括这个鱼根伟刚刚的这个 首秀 对于他的一个执教风格呢 对海港队来说呢 也是一个谜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从逢天津金门虎队的海港队啊 这场比赛呢 很有可能是一场遭遇战啊 也正因为这样的 也让这场比赛呢 有更多的一个戏剧性 那其实今天我们再来到现场之后呢 我们看到昆山体育中心呢 是在去年联赛结束之后呢 再次迎来了正式的比赛 那么此前呢还没有用过这边场地 前几天我们再来到球场的时候呢 有工作人员正在对这里的草皮呢 进行养护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昆山体育中心的这个草皮情况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有这么多球迷来到现场 以及球场的草皮情况 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下啊 新赛季的首场比赛 我们希望两支球队呢 都能够有好的发挥 为所有的球迷奉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好的主持人 我们现场的情况呢 就暂时是这样 我们先把时间呢 交回到演播室当中 好 感谢义荣 那其实义荣也给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余根伟指导 作为这个赛季的首秀啊 可能对于对方来说 也是一个谜 就是不太能了解 余指导的一个带队的打法 还是怎么样 梁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点呢 这个说的有道理 即便是已经转会到海港的杜佳 或者是买提江 其实对于今天 他们要面对的对手 首发怎么上 也是不太清楚的 因为距离双方上一次 节目战的对抗里面 其实天津节目湖 已经走掉了 几乎70%的球员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好骑兵 也许也是一个巧手 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其实因为我当过教练 我知道这么短时间内 你要谈它有什么风格 马上能植入到球队当中 这个是不可能的 它只能从精神层面 包括身体方面 给他们做一个最大的调节 如果说要想成立一种风格 至少一到两年了 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 可能我们还谈不到风格 如何树立风格 它到底有什么风格 这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点点看 它在为球队 植入一种什么样的踢球方式 没错 还是尽量的去克服困难 那么临近比赛了 我们来揭晓一下 咱们的两道竞猜题 第一道竞猜题呢 是本场比赛两队的 竞球总数 A是五进球 B是一到三 C是四到六 D是七个货以上 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 这个今天比赛的进球数 第二道题是 全场比赛的脚球总数 0到三 四到七 八个货以上 欢迎各位参与到 我们的竞猜互动题当中 来有这个机会分 评分我们的 2000元的红包大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前往 昆山市体育中心 来观看天津 金门虎对阵 上海海港的比赛 欢迎来到 苏州赛区 昆山体育中心 新赛季中超的第一轮 天津金门虎 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现场是可以允许 球迷来入场 也是首轮四场 开放的比赛之一 我们看到两队的替补席 现场的气温是19度 看起来呢 在天津队的替补席上 球员们的心态呢 还是比较放松的 今天在现场呢 30%的座位啊 也就是篮区啊 是比赛人员去使用 是全封闭的 另外70%的座位 向球迷出售 其中的75%到80% 所以能够到现场观战 也是新赛季中超 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对于两队球员的比赛 斗志也会有巨大的提升 有观众还是足球比赛 很重要的一步 没有现场的话 有时候就像这个 踢练习比赛 对内分队比赛一样 有点没劲 对 没什么刺激 在中场 随着我们熟悉的一段旋律 双方的球员 马上准备入场 今天的当职主裁 33岁的唐顺琪 也是中国足球员 现在重点要培养的 一位年轻裁判 两队的队长宋岳和奥斯卡 带队入场 今天海港队呢 是上了自己全部的 四名外援 而天津金门虎 是卡达尔来坐镇防线 另外一名边风伊洛基 坐在踢补席上 在双方的历史交手上 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 中超历史海港队 天津金门虎 其他的前身是16战 11胜 5平保持不败的 但是新赛季的中超 一切皆有可能 镜头给到了天津队的球员 今天队长是33号宋岳 29岁的后卫球员 而新赛季解放奥斯卡 也是海港重要的目标 赛前奏唱国歌仪式 天地起 奏 我爱你 我国歌 中超历史海港队的 中超历史海港队的 看得上两队的球迷 疫情之后的新赛季中超 终于等到久违的你们 来看双方的首发阶容 上海海港这边 门将是1号严峻林 后方线2号李昂 13号魏镇 28号贺冠 中场11号吕文军 4号王神超 19号穆依 36号阿波拉罕哈利克 在前场的三差级 8号奥斯卡 7号阿脑托维奇 和10号洛佩斯 进攻组 非常的豪华 今天呢 36号 年仅19岁的小将 阿波拉罕哈利克 上演自己的中超首秀 天津金门虎 有可能在阵型上 要排出一个 5后卫主打防守反击了 具体阵型怎么占呢 我们稍后再让 王欣指导 给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今天的当职裁判 唐顺奇 编才胡成军和习飞 金门虎的首发阵容 文将27号唐尚昆 后防线呢 有队长宋岳 卡达尔 李松义 包括 前一秒 其他队员 苏延杰 巴顿 从政 高加润 周通 在前场有理想 今天海港队的主帅 莱柯 和金门虎的主帅 于根伟 都是自己中超生涯的首秀 对于于根伟指导来讲呢 这场比赛 他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球队只要打出 自己的特色就好 天津从开始这个阵型看 应该是一个午后卫的配置 双方的门将 严俊玲和滕尚昆 曾经都入选过国足的名单 现在严俊玲是当打之年 而滕尚昆呢 也是算迎来了 自己职业生产的第二春 天津队的门将 面对海港队 历来有发威的势头啊 包括以前的杜佳 看看今天 滕尚昆能不能有所发挥 上岗追逐杜佳也好久了 确实是 比赛开始了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2021年中超联赛第一轮 天津金门虎 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 本场比赛由 王欣欣指导和孙宇轩 带来解释评述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上海海港从屏幕的右侧 向左进攻 而天津金门虎 则是一身蓝色的战袍 开场看 泰达确实是一个 五三二 五四一的一个阵型 三个中位 卡达尔 宋月和李宋义 两个电路是这个 潜宇鸟和苏元杰 李文军 再加奥斯卡 直接掉后点 看看投球 这下没有成功的完成百度 不过奥斯卡呢 他内切之后都圆脚 确实上赛季是招牌 所以金门虎的这个五后卫啊 您认为是不是在开局还是要以稳固防守为优先呢 应该是 因为双方对实力差距确实很大 所以只能依靠防守反击这种策略吧 莱克 他来到海港之后呢 给球队带去了全新的三四三体系啊 比较 呃 提倡高位压迫和快速的进攻 所以今天如果天津队在防守方面 出球方面啊 受到对方的压迫 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把球传出来 控球 田径的控球率不会特别高 是 因为双方实力差距确实很大 在传到中路 身后有人赶紧大脚解围了 23号前一秒 这边巴顿倒地 奥斯卡给个直赛球 门将出来 和尚昆 在19赛季呢 他也是因为杜佳和杨启平受伤了 上演了中超的首秀 这赛季要被委以重任了 这次进攻呢 打内部很巧妙 长传球 天津队实际上在中超联赛是一支非常擅长打开局的球队啊 上赛季前15分钟进了四个球 是联赛第五多的 他在那会儿有阿吉姆旁嘛 对 他在前场有一个速度特别快的球员 没错 所以说他打起反击来那会儿是非常合适的 反击很大的威胁 对 但今天的话呢 如果真的是像巴顿理想这些球员来担任封线的重任 可能在速度方面啊 反击的威胁方面要差一些 这些球员都属于打游击战那种 是 正经的如果说打长轨战可能会弱一点 天津队在报名大名单的时候呢 也只有门将后卫啊 和前卫这几个位置都没有列前锋 但很多球迷开玩笑 天津队最好的前锋就坐在教练席上 那就是247场进了101个球的余根尾 他们这一次还是打防线身后 孙元杰爬住位置 还是有点紧呢 孙元杰在天津队阵中也是一名多面手啊 边前卫边锋都能替今天打在了边后卫的位置 李扬 在天津队阵阵中啊 就常规出场次数比较多了 就是宋岳在中甲的时候出场次数比较多 就踢的比赛比较多 剩下好像都出场率都不是特别多 前一秒去年踢的多一些 他慢慢的在足球杯也能够获得一些出场机会 对 外围第一点 沐依没有拿下来 45度再控制 阿努托伊奇 进去里面三点包抄 突一步 铲传往中路 卡达尔的解雷 卡达尔可能很多球迷认为 他在山东队能力不够啊 但是来到了金门虎的话绝对是防线中间 对 正面防守能力非常强 这次如果换成洛佩斯或者奥斯卡来抢的话 可能稍微好一些 这边队长宋岳可能有点受伤 他在上赛季的中超成功铲球40次 是联赛所有球员第四高的 而且别看已经29岁了 转身速率并不慢 铲球的成功率只比一个人低 这个人就是海港的球员王申超 所以今天在中超赛场上 可能几个抢劫能力比较强的球员 都是正面对话 你王申超这位置铲球还可以 但中卫还是要小心一点 是 就尽量别把自己重心都扔出去 对对对 态度的下地会很有风险 风险很大 是 看这边吕文军 还是坚持打内部 新赛季对于海港来说呢 解决霍尔克离队的问题 主要就是五个字 解放奥斯卡 把他放在左边峰的内切 另外就是减少在 佩拉时期对他防守上的一些任务 没错 因为霍尔克在的时候 可能在对防线也是个压力 对上港的防线也是个压力 他走了之后 可能这个球队会变得更平衡 现在从单兵爆破 要变成这个团队进攻了 莱克 1718赛季带布鲁日拿到了笔甲的冠军 也是那个赛季的最佳教练 进攻的想法 非常的积极 看这次奥斯卡还是内切 起脚直接打了 就被队友挡出来 左脚长传 这就是天然队这个赛季最大的问题 反击的效率 没错 他前面没有个速度坏的 所以说更多的长传球 可能尝试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球权一直在海港队的脚下来控制 王胜超换左脚起 这次又是卡达尔出来 对 这种球对卡达尔正面来讲 是他的擅长的做的事 背身 转不过去 只能交队友 看看接球 还不错 周通的技术是没什么问题的 后面给一个对抗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3号位阵 虽然时刻离队 但是海港这边在中卫 打三中卫的话绰绰有余 这种厚度没问题 今年他有引进个李扬 前一段时间在国家队的表现也非常好 是有李扬贺冠卫阵啊 包括于瑞于海这都能踢 对 但在第一阶段呢 海港队怎么样去给李扬找一个防线的搭档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麦斯多罗斯基 这个重伤啊 很多比赛都打不了 拉斯卡倒地 进攻还在继续 依然走内部 李扬也上来 李扬这名球员的进攻属性是非常高 是有空刀 看看背身后脚跟一颗 直接打猛 到远端 这一下竟然击飞了 应该是越位了 李卡多佩雷斯 多佩斯 当然这个球的话呢 不管啊 边才有没有举行 你先要把球打中球门范围 所以莱克也很着急 确实越位 莱克呢 研究天津队这些球员呢 也比较透 因为卡大尔这个位置呢 他正面防守真的很强 问题就是转身速率 对 所以说这阿脑托维奇 一直在这卡大尔和这个宋岳 和这个李松毅 他的身后 在身后寻求一个 向身后差的一个机会 头球争强 李翔 二点球没有拿下来 孟一座转移 王神超 依然是一个纵向的传球 洛比斯 他其实打右边锋的位置呢 也不是很舒服 比他当初在全美现代场上了 进攻端的自由度要差了一些 对 你说这场比赛 我看这个洛费斯 应该是 也是在两侧 阿脑托维奇自己在中间 他在两侧游异 新赛季阿脑托维奇 应该就是担任这个 箭头中锋了 毕竟是有一定背身和身体对抗的 对 看看定位球 海港队的定位球 脚球后门都是上阶级 中超最多的 看看开起来 一点先挡出去 六号高加润 上阶队教练佩雷拉对角球定位球 没错 到门前 这一下 又没有把握的机会 边才应该是又举棋了 这场比赛上岗对这个边 金门虎的边路和内部 这个冲击还是很严重 打得很坚决 对 打得很坚决 这一下其实天津队的23号前余秒是拖在了后面的 木一经常出现在这个宋岳和这个苏元杰之身后 漂亮的摆脱 在长船 落点还是不太理想 你这会儿看还是这个上岗因为他更换阵容更换不大 队员之间踢的比较熟悉一些 相当的稳定 对 金门虎可能换的人确实太多了 球员在场上互相还需要比赛来去试用一下队友 是这样 在9个月前中超上赛季的第一轮 两队也是相遇 1比3输给海港 那场球天津队16个人里面只剩下5名球员了 而海港的16个人里面只走了4个 石克林创意 埃玛多夫 胡尔克 框架是在的 看看这一次 巴顿 中路观察 单对单的机会 这下没有过去强行船 也要到了一个脚球 脚球定位球是金门虎的一个机会 对 阵地战你很难攻到对方30米区域 没错 但是包括卡达尔李松义啊 这都是在有一定投球能力的选择 现在镜头刚才给到的就是阿波拉罕哈利克 今天的中超首秀 今天只有19岁 但是身体条件很好 已经有1米86的身高了 今天在中场会更多的给沐依做一些保护和拦截 但他其实也是进攻擅长的 牵开小球 开起来到中路 投球顶出去 外面还有 也是巴顿 并不着急 因为卡达尔还没有回到防守位置 到湖顶 连续的配合 周通传这种小球啊 其实能力是有的 因为他身材不是特别高 对 主要是1米7的身高呢 可能对他在中超的对抗啊 有一些限制 踢个边路还是可以 没错 大局观经验组织在天津队 还是有用武之地 也是第二次在天津队效力了 15到18赛季 这曾经是在天津踢球的 你看沐依又去了 又来了 对 沐依会经常出现在宋岳和这个 苏元杰的身后 没错 上岗踢得很耐心 好像对这个比赛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他们在赛前呢 也明确表示了 这张球对天津队不是很熟悉啊 所以要做到以我为主啊 就是争取自己控制局面 打好自己的内容就可以 往内线走 到进区里面 背身 停一下 再交队友 先下地铲球了 表面还有奥斯卡 过去 天队在进区里面 人多势众 这下背后有犯规 阿布拉罕 这个球员呢 一路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 因为从小他的父母都不支持他练足球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当初甚至在沙漠里面 踢了好几年球啊 因为也是来自于新疆的球员 2018年清超联赛的金靴 当时进了19个 所以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也会 也许会被莱克啊 推到这个前腰的位置 其实上岗也在寻求 一些年轻好的年轻球员可以登场 因为整体上岗这个年龄 也是有点偏大 30岁以上的球员也非常多 也要做新老交替了 没错 得一点点去交替 用这些好的优秀的球员 一点点带出来一批好的年轻球员 其实在热身赛之前呢 海港队是 十场比赛都不败 用了很多信任 看看这一次奥斯卡 又杀进来 倒三角再传 还是被封堵 之前天津队在 抢低点上做得非常好 李文君再起低平球 高家润 看停 还可以观察 这个时候穆依从身后杀出来 把球断掉了 李松义和宋岳一定要小心了 在他俩身前的这个位置 总有人会插过来 刚才阿脑透一切 就是从两人之间 在王志导说话的时候 斜刺里杀出来 没错 如果这个球很好就传到了 这很有杀伤力的 现在阿脑又到了另外一侧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 这种球对天津的防线是挑战 没错 但是对于刚刚过32岁的 阿脑透一切来说 他的体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踢球实际上 这个无球跑动并不多 所以频繁的这种无球的冲刺 是不是这个体能能顶得住 也要打一个问号 你就看 其实洛菲斯更应该出现在这种事 是 这种插上洛菲斯再多一些 让阿脑在中间等待 洛菲斯船中或者是到三角 阿脑在中路打最后一项 然后让洛菲斯做之前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进攻单的脏活泪活 没错 这样就够合适 上岗进攻会变得更立体 所以一会儿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交叉换位 才别哨响了 这边天一队有球员的受伤 倒在地上可能被击打到了面部 所以说莱科这教练还是很有想法 因为你一看他在组的这次球队的时候 在单一场比赛 对对方的某一个点的进攻 是非常清晰和明确 这是一个对抗当中的 正常接触 16号理想 你看奥斯卡还是站在内部那空间 一直在看远端 李昂也上来 但现在呢 这个球的运转呢 有点停滞 适当的可以转一转 没错 因为压防线压的 给新门火队防线压的比较深 某一又去了 到了内部 某一强行起球 但是边才认为球还没有出界 非常奋勇的拼抢 适当了苏元杰 来这边双方球员 苏元杰的第一下动作没有太大问题 还是都是第一场比赛 但是第二下右手挥摆的时候呢 打到了沐依的面部 刮了一下 这都是第一场比赛 好久没这么真枪 十大点这个拼抢 心里都有一些火气 虽然杰这个球员呢 也是有速度有拼劲 今天在左翼 他的压力啊 王主导也提到 这确实比较大 他身后沐依一直在他身后 金门虎区域结合定刃的防守 开起来到中路 他边哨想 认为是海港队的为力 因为目前看这个 上岗队这个角球这个赛数 可能没有 还没有太多的变化 去年其实佩雷拉这个教练 对上岗的这个角球定位球 这个赛数是很多变的 是 他有时会在前点 有时球会在后点 海港队上赛季呢 定位球后面有15个 中超最多 全队48%的进球 都是定位球 脚球也是第一位 那佩雷拉的体系 就是比较务实 善于利用定位球的机会 没错 本身到了后期呢 防反也经常会打 但是莱克呢 是那种我要进攻 这个风格一样 打出来的教练员 他球运转的线路 非常非常轻视 是 说打你内部的时候 走边路 打你内部 穆依和奥斯卡 一直在我们金门虎的 前卫线的身后接球 没错 因为今天海港队 是完全控制局面 所以今天 在中前卫位置上 实际上 阿波拉罕和穆依 受到的压迫并不多 因为天一队防线 是推的很靠后了 对 所以在转移到边路 这个关键节点方面 海港队是不受到任何的挑战的 看这次 李响在观察前面队友支援还是不够多 李响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中锋 他回撤很深的话 其实他面对的就是 穆依和阿波拉罕的防守 他都碰不见上岗的中位 没错 高家润这脚球呢 也给的太着急了 金门虎要如果想在反击中 有一些想法的话 那一定要理想 能面对 最起码能看得见对方这种位 在做一对一 可能才有机会 在面对球门去射门 要给他更直接的进攻机会 对 希望我们前卫现在快一点 我们看现在 海港的这边 穆依甚至就打到一个前腰的位置 中前卫 只有阿波拉罕一个人了 前场是四大外援 安努托维奇 再加奥斯卡 左边路分 吕文君 不带球丁 往中路再来传 第一点还是成功的封堵 边才再次举棋 今天的边才是胡成军和习飞 这球没有问题 这经常越位 也是证明这第一场比赛 欲望有点过于强 是 越位是零比四了 因为海港队深知这样比赛 只要进第一个球 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去打 但是现在打到了20分钟 还不是他们预想的局面 在心态上可能会有些着急 对 他现在因为金门虎只要一丢球 就得有9个人在他眼前防守 这个是非常难 全世界破这个阵地战 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行线转移 尝试拉开宽度 再交李文君 单对单 面对前一秒 没有选择突 再交奥斯卡 依然是看后点 还是左路 强行过了 内切之后 球没有给出去 李文君 这个球呢 给的稍微有点深啊 拼尽全力的拿下来 还得换右脚 因为李文君四个右脚球员 对于他来讲 这种上下飞奔啊 体能要求也很高 无论如何也32岁了 是 母一先停 这下周通的防守上得很快 这时候金门虎 对金门虎不是很有力啊 再拖起来 投球 阿老师想要脚球 但是并没有给李松益的防守位置 站得不错 现在其实对金门虎的防线是个考验的 因为 现在金门虎防守的强度 已经比刚开场的时候弱了一些 下来点了 毕竟对方 海港这边呢 是这个 不断持续的施压 对 如果说我们不能更多的把球权控制在脚下 那被消耗的可能会更大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金门虎前20分钟 三中卫 这个体系站得还是不错的 也许考虑到 于各位知道 只有这么短的准备时间啊 没错 调教还是看得出来 对 李翔想绕球转身 没过去 阿波拉罕 年轻能拼 球断回来 这下还不错 苏元杰 但是转不了身 双人的逼抢 这就是莱科这个赛季的特色 他的球队 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 非常凶 还是给了脚球 其实莱科这么有经验的教练 应该能知道 可能如果说想用这场比赛 脚球定位球 他必须得需要多下一些功夫 脚差跑位 到中路 第一时间先拦出去 还是高家润 这种控球率比较悬殊的比赛 你万元中卫啊 重伤之后的这个影响 目前还是感受不到的 再来看 继续传 卡达尔 卡达尔发挥了 这种球对于他来讲是最擅长的 是 你只要别太多的打我身后 打地面 基本上这种高空球 反正阿脑托伊奇不是传统的 争顶型中锋 而我是正面防守强的中卫 这点我肯定是擅长的 如果说一个高球过来的话 卡达尔是不怕阿脑托伊奇 就去年山东之所以400万元把他买来 主要就是靠他这个防空了 还有他这个防守的侵略性 再起 开个高球 看看外围 沐尔调整换右脚 接着往边路转 后点李扬在要球 传起来 投球中顶 这一下 顶到了 来自于利卡多洛佩斯 但是没有顶中球门范围 到了这个阶段 对于天津队防线的体能要求太高了 因为这个节奏太快了 上岗一直在压着这半场题 高高跃起 点球点前面 一个狮子甩头 因为阿脑托伊奇和其他队友 已经把天津队的中卫 全都压到了小禁区里面 所以他这个位置是样式空的 五一 左边吕文君又上来了 再给他右路 继续中间再传中 这下门将和后卫相撞 卡大尔失忆和腾上坤 机长 这球配合的还不错 金门虎这会儿有点危险了 是 有点跟不上 明显跟不上节奏了有点 这个时候就只能靠 宇哥伟知道赛前所说的 这个抑制品质了 对对对 但是咱们讲句老实话 30分钟不到就靠抑制品质来拼 这个比赛确实太艰难了 剩的时间还有点多 是太多了 控球率三七开啊 再起 这次投球 球进了 阿脑霍维奇打进了本赛季上海海港的第一个进球 1比0 在25分钟先下一程 还是一样上岗还是利用这个内部这个45度啊 包括这个传中球来解决问题 因为这会儿确实是金门虎在这之前的这个5到10分钟 已经这个防守强度下降了好多 确实 对这个上岗那个持球人的这个压力已经不足够大 所以说很容易了这个进球 来看看这一次啊 非常坚决的再传 那这个球呢 因为给了提前量 不是原地的争顶 没错 这样的话金门虎的防线就比较吃亏 我看卡达尔失去了位置 对 而李松毅呢 也是在阿脑霍维奇身后 就顶的角度非常刁 没错 疼上海没有任何反应 阿脑霍维奇最擅长的这个 这样的话来到1比0 这个比赛对海岗来说舒服很多 看得出来前面遇到了一些挑战 来自于天宁队防守的挑战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体系很自信 没错 这是常年在一起 而且就是教练一直 一直都是这些人在一块体制很重要的 对球队来讲稳定是最重要 而且他的赛助这场比赛非常明确 就是在内部 在起 王世超再调木一 中间奥斯卡也过来了 奥斯卡是上赛季中超传球总数最多的 1400角 还是调过来再投球 维扬马帆 这下前一秒拼尽全力啊 去影响吕文君的攻门 还是同样的位置 所以说金门虎一定要想办法在那个位置上 防守压力一定要给对方大一点 是要称赞前一秒的这个拼搏精神 不过他之前确实自己已经丢到位置了 没有反应过来 对 因为他是另一侧的嘛 他不是他同侧 他有需要提前的预判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这样 高空球去开的话 看看争顶成功率怎么样啊 一般来说 很难 确实没有高中锋 理想上 投球不错 但是背对的这个对方球美顶球 也不是他擅长的 对 而且他身高只有1米83 而对面的位阵1米90 李扬1米88 贺冠稍微矮一点 但是这个运动力也很强 对 再起 确实压力太大了 对金门虎来讲非常困难 队友出来接一下 李松毅 背身 背后李扬有个轻微的对抗动作 上赛季呢 海港队小组赛 其实只丢了11个球啊 中销非常少 所以防守的框架本来就不错 对 不过这种比赛呢 对于海港来说 可以多去练一练李扬的出球 这个重任呢 原本给麦斯多罗维奇 受伤之后呢 因为在江苏 我们知道米兰达主要是负责出球这一块 让李扬还是主防 对 这种绝对优势的局面下 李扬我们今天看到 前20分钟不断的来到前场 参与进攻 可能也是希望莱科 让他尽可能多融入球队的传控进攻体系 因为李扬他本身的有具备这个能力 他现在就是说 刚来到一个新的那个环境 新的那个教练 他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教练 新的对他新的要求 是的 因为进攻也分好多种 有带球 有传球 有直线的和斜线的 他得了解一下莱科 到底需要他用哪种方式进攻 是这样 就到进去里面 先给个对抗 金门虎迅速的把球权交出去 这么体会非常累 海港一直用传球来调动 金门虎的跑动 本身就体能储备一般了 看这边奥斯卡 还是往内摆 再传起来 投球攻击 投进了 二比零 这次进球的换成了吕文俊 奥斯卡招牌式的 兜到中路的船中 中路有三点包抄 已经有三个人了 莱科在场边 鼓励球队的这次成功 进攻得分 第一个球丢完之后 对于金门虎来讲 可能在斗志上 心气上马上会下来了 这下高高越起 抢在卡达尔之前 把球顶进了网络 这球是根本就不是卡达尔 那个区域的 所以说卡达尔 他有投球能力 他也帮不上 他有种被动 对 你离得稍微有点远 对 那不是他这点 现在金门虎 如果说想解决这个问题 他必须要 让里面的人跑出来一些 在外围给这个奥斯卡 包括船球木衣这些船球人 有更大的压力 要不站着瞄着玩中间船 那中间那些人进攻太容易了 没错 一定要想办法扩大防守范围 扩大防守范围 一个是三中位 要多呼应 第二就是后腰这个位置 王指导说了 你要么多顶一顶 要么就去多保护一下防线 对 高加任何从阵 要在两侧移动 再迅速一些 但是今天 我们都知道 从阵这个球员 他本身呢 对抗一般 脚下脑子都比较清楚 对 他是比较进攻行 比较倾向于进攻 说起来的话呢 风格有点像持中国 偏进攻一点 对 防守给他 一些后腰的任务 很难完成 所以六号高加润 我们看到在中圈 边上这个球员 他的这个 今天的比赛 重担就 压在自己身上了 所以说木仪那边 为什么老能穿重 奥斯卡为什么 总去那边 因为从阵那边 确实他是个前腰球员 他可能在那边防守 就不如高加润 这边更好 所以现在一定得需要 这个李松义和这个宋岳 再顶出来一点 再多一点 给这个前卫线 给这个高加润 和从阵身后 有一些保护 是 要不然的话 一对一 面对木仪和这个 奥斯卡的话 高加润和从阵 一定是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 于跟美在场面 不断的 示意的队员们 比赛 才打了三十分钟 赶紧把自己的节奏 稳一稳 五一 漂亮 摆脱 再交 安曼托维奇 中路观察 奥斯卡 内部空了 先停 还有机会 但是第二下 没过去 安曼托维奇 凶狠的铲球 六号 高加润 受伤了 这个时候 把节奏 放慢一下 也是一件好事 是 高加润 这个球员呢 其实 是从广州城 预备队啊 转到金门虎 一直以来 都被看作是 郑凯木啊 买提江的轮换啊 包括郭浩 这么多年 等到现在 终于有一个 出头的机会了 他这个球员 因为我在 泰达的 泰达那个时候 就之前 叫泰达的那个时候啊 他就已经在一线队了 那时候很年轻嘛 但是他是属于 防守型的 拼抢啊 身体也很不错 但是他 踢球的方式 他有一些 愿意冒险 所以说 开始他是踢中卫嘛 对 就开始踢中卫 对对对 然后就因为 他具备冒险性嘛 所以说 就给他一直踢到后腰 在后腰一直在表现 这么些年 也没算 特别进步吧 然后就一直保持在当年 还是当年那个水平 关键今天呢 金门虎的中场啊 赵英杰 因为有伤 没有进大名单 所以就算是换的话呢 可能还得想 怎么调整 没有人了 因为郭浩已经走了嘛 去年这支球队的 这个一直打的后腰 已经走了 所以说他一直还没找到 这个更合适的后腰人选 来看看刚才 和沐一的一个 无球对抗 看起来是可以坚持的 球队也趋着需要他 找尔牙继续比赛啊 没错 这只有他一个这个防守型 对 今天赵英杰 谢维军呢 都是有伤 没有进入到名单 这也是因为 集结时间太晚了 是 然后再去训练的话 是很大风险 会几乎是受伤几率啊 叶峻林 李扬 阿波拉罕 莱科呢 在休赛期啊 有一点可能是 比较厉害 就他用人只看表现 所以很多年轻人 训练赛得到了大量的机会 内部又来 罗斯卡 左脚起 到后点空了 先停 谈目一调整 往外走 再转 包括像阿波拉罕呢 像陈纯新这些球员 都是在日身赛里面啊 表现非常好 所以慢慢的都会有出场机会 是 香港能看出来 他一直也想要培养一些 好的年轻 特别年轻的球员 来平衡一下阵容的这个年龄 本身在国内的梯队里面呢 海港队就做得不错 嗯 他相当不错了 青年队这个全会这个比赛当中 基本上都是冠决亚军这种 而且莱科啊 在海港度过43岁生日的当天呢 没有选择去庆祝 而是做了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去崇敏岛 拜访了徐根宝指导 一方面呢 去取取经 因为海港这个球队啊 很多来自于这个根宝基地的球员 嗯 那个根宝基地也算是这个上海足球的一个名片 没错 来到上海可能都得去看一下 入山门先拜佛 对对对 这本虎必须得有意识的投入一些进攻兵力了 理想现在体能可能也出现一些 顶不住 对 明显看就已经顶不住了 对 眼前有球已经 心有余力不足 是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另外一名外援边峰 伊洛基 看看到半场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上场 毕竟他是速度快 漂亮的白脱 再交 再交 巴勒继续转 压迫来了 卡达尔 往中路再交 从政 从政拿球之后第一线呢 有点慌 把球前要交回去了 他也是新来这个金门火 这作为队友也不是特别熟 有时候他觉得 那个地方应该有人 但一抬头好像没有队友在那里 他就得被迫下一个选择 在这时候一个犹豫 可能球就丢掉了 这个阵型看得很清楚 一个五四一的站位 没错 金门火这边 奥斯卡在座 摆过来左边 李昂 李文君拉得很靠外 为的就是给队友争取空间 推内部 还是别录内部这个空间 是 金门火的教练一直在指着李文君 这点不能放 你看沐依还在这个苏元杰的身后 对 转过来了 一步就过苏玉 七脚打包 到近点 这下 头上坤准备比较充分 把球站下来 今天沐依就像王仁岛说的 踢球聪明 就贴着苏玉来踢 对 苏玉一旦看不见他 他就跑苏元杰身后 在内部空间寻找自己 得球的机会 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提醒 这个苏玉和这个李松义 看看到进区里面了 巴顿背身 转步过来 湖顶的位置 右边有前一秒 转左边 苏元杰 当对单 面对王身超 过不动啊 只能传起高球 但这一下 颜聚灵 轻输远臂 把球没收 好消息是呢 天津球迷看到了金文虎 进攻端的一些积极的信号 对 其实可以传递 放松下来 可能还可以传一些球 就可能是实力上差距比较大 但不是说完全踢不了 没错 有来了 脚后跟再磕 奥斯卡起到后点 应该是还有队友 黄身超过来 再转 湖顶直接打门 来就奥斯卡 奥斯卡开场之后 无疑是最活跃的海港球员 他确实比其他中国球员高 好几个档次 确实 他拿球没有人都抢得到 对 今天的传中 送出了助攻 再来看这一次 又是帮助队友取得进球 两个助攻 都是世界级的传球 是 上赛季本身奥斯卡 就是中超助攻网的第二位 只比梅泽耶夫斯基少一个球 而且关键传球呢 也是排在中超第二 39脚 别爱拉是40脚 赛前 王尔导侯也提到了 续约奥斯卡 就是最强引员 是 不能续约 他能留在球队 这就是最棒的一件事 中超现有的规则 少说一年 多了说两三年 真的很难再欠下这种级别的球形了 没错 而且奥斯卡本身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上 非常的认可 他在这里也受尊重 对 而且准备呢 是投入一些资源 到自己的一个 清训足效的项目当中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如果说他能把这个整个 这个中国足球这个足效 包括整个教育能连到一心 那就更棒了 这钱就没白花 对对对对 这个人就没白来 诶 贫下来了 但是理想一个对抗 这下没有办法 阿波拉罕卡住了位置 全怕少壮 19岁对上30岁 这移动能力包括都是一个都是差子级别 是 理想也是在天津足坛很早啊 10年就报名在天津一线队了 但是没有得到出场机会 对 那是11年前了 那会儿他也是19岁 对也是非常年轻 但是那会儿看身体非常不错 对 再转 奥斯卡如果我们半场有热点图的话 他的活动范围相当可观 四处都在齐 天津队半场的话 要做调整 有这么几个选择啊 边路的外园 伊洛基 然后中场的陈克瑞 可以考虑一下 这都是进攻型球员 那一方面 金本虎这样比赛肯定是希望 别输太多 防守阵型得保住 没错 另外呢 能进一个 其实我相信天津的球迷应该会觉得 赚了 进一球 对 能看到这个球队有希望 在进攻中可以 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么短时间内 还能获得进球 罗贝斯 对卡达尔想过 没有轻易让他过去 那您觉得对于 金本虎来说 第一阶段呢 可以给他们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把这个整个全队的体能 能达到一个正常可以参加比赛 这个能力 因为这太难 20天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都是人的 他不可能 谁也完成不了这件事 他必须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解决这件事 天津队的这个备战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没错 那对于他们来说呢 后续的调整机会 在第一阶段五轮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让路国足备战40强赛 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多月的休赛期 加上一个二次转会的窗口 这个对于金本虎来说是很好的调整机会 没错 等到第二阶段之后 这次球队会就比第一阶段好很多 好非常多 来了 还上这边的定位球 还是奥斯卡 到中路 双拳打出去 没有打远 直接起脚打门 一个谈地 阿诺特维奇 底下没停好 在杰洛克斯 扫射 单掌 马球刻出了底线 陈桑昆 陈桑昆刚来到这次球队的时候 并不是首选 第二门将第三门将这种选择 但是确实到后来的时候 最近可能拔出来有点自信 是 底下没停好 在杰洛克斯自己不点呢 也是差点意思 开个短子 这边沐依空了 再起 门将没出来 投球 二连的争抢 约瑞 应该是约瑞 边参应该是举齐了 来个快发 好机会 看看周通 一对二 阿波拉罕也上来 今天阿波拉罕 年轻能跑啊 覆盖面积也非常大 但是一个折转变现 周通 脚丫活真不错 上来人太少了 太少了 这下洛克斯断掉 周通晃了两个来回头 回头还只有理想 还是没人 没有人 上岗已经回了五个人了 而对于海港来讲的话 他们在第一阶段 是要 努把力 去拿分的 因为比起其他的 争冠球队 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其他争冠队的 巴西外援回不来 而海港这边 四大外援早早的 就归队备战 这是球队管理方面 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第一阶段 这个赛程 如果今天顺利的 战胜了金门虎 因为开门红 后面要打国安 申花 亚太和大连人 二三轮不好提 所以他们需要 在第一轮 拿下一颗定心丸 这个赛季海港 可能球迷朋友们 定的赛季目标 很务实 有说保五争四的 但其实 低调了 低调了 这球队是有 前三甚至争冠的实力 但一定要做好 第一阶段 因为这就是你们 天然的优势 外援人奇 开始趁着自己 好的时候 一定要多拿分 要多拿分 多攒资本 对 等到后来都调整 这七七八八都差不多了 可能那时候 你再想要谁都困难了 是 那会不好踢呢 那你有第一阶段的 容错率啊 你会好受一点 没错 穆一 到了一波 穆一空了 给到 再一个反跑 强行船 上不上上天 不是有一分钟的时间 左边路有李昂 阿波拉罕给过去 那吕文君又回到自己 非常在左边啊 非常极限的一个拉边位置 这应该就是教练的布置 他和王神超 充分利用宽度 再起 到后点 那这下 头上根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李昂金先拉开之后 他能把内部的空间拉开 是这样 他把前一秒拉出来之后 他势必李昂一 就得从中间跑出来 对 这个时候在内部 一旦他李昂一要不跑出来的话 那奥斯卡和穆一 就可能从内部空间插进去 所以两边 这两个意味一拉 你边后位跟不跟 你不跟的话 我可能传统突破 你跟的话呢 中间 我三四个外援在这摆着 你又是只有三中位 一旦后腰 掩护不好的话 就容易出事 没错 唐润奇一声哨响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 上海海港队呢 前20分钟 遇到了金门虎的一些阻力 但是随着阿脑拖一期的 头锤破门 奥斯卡的两次助攻 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 2比0 暂时领先金门虎 来看看战术分析第一个进球 第一个进球是上岗还是在边路 整个其实上面是上岗一直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在边路 先到边路 然后在内部一直有人 在这个金门虎的这个前卫线的身后 奥斯卡一直埋伏在那里 如果进不去还是分边 分边之后还是要拉扯 先在内部拉扯 奥斯卡在拿球这里很简单 很容易 在中路上阿脑已经准备好了 在空的线路上 奥斯卡非常好的传球 阿脑很简单就把球放到球门里 所以说看着上岗从上面是一直在 频繁的利用边路和内部之间的空档 一直在在那寻找一种传宗机会 因为中路确实有阿脑 托维奇和洛佩斯这两个非常好的强点性选手 他没有理由不去利用这一点 威慑力确实比较大 即便天然队的中场 你看上去保持着平行 内部稍微有空档 两个边因为拉开的优势来了 吕文君带走一个边位 王神超带走一个边位 木一再一套 中间就是一个二打三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看个人能力 阿脑特医奇突然启动 李松一慢了 对 这种个人能力 你输掉的话也没话说 主要空间在那里 就变得容易了 是这样 欢迎回来半场告一段落 最终上海海港是2比0 暂时领先天津金门虎 那在比赛之余呢 也欢迎各位呢 用弹幕输入的方式 为自己的球队来加油 助威输入专属的助威口令 我们来看一下 天津队是金门虎一猛当先 那么上海海港呢 是上海海港势不可挡 为您的主队来加油打高 那我们看到 其实天津金门虎 是一个0比2落后的情况 对于球队来说 也是困难重重 也希望天津的球迷 为自己的主队来加油助威 这样的话呢 在我身后的大屏幕当中 可以营造出 你们主场的一个感觉了 那说回到半场的比赛 两位老师觉得 天津金门虎0比2 这样的一个落后状态 接下来应该怎么打呢 或者说上半场表现怎么样 王主长怎么看 很尴尬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 20天就是20天 但比赛中表现 就是金门虎在开始 投20分钟 其实他们表现是很好 防守强度是非常大的 给上海海港制造了一些难度 但其实上他丢球 就是因为他其实身体已经跟不上 他防守强度下降了 确实顶不住了 所以说海港就变得很容易了 这几个进球也是 很容易 根本没有人对持球人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进球就这么来了 其实现在如果说 不从身体角度来讲 光从战术角度来讲 我们需要这三个中尉 李松义 还有宋岳 要更多的顶处来 去支援边路 要不然他边路的人 永远是不够的 因为他穆依和奥斯卡 是时候后排上来的人 后排上来的人 因为我们的中场 已经有两个人 对前排的人 是有防守能力 但是后排上来的人 就需要我们两个中尉 因为我们三个中尉 只钉阿脑 一个人在那里了 所以另两个中尉 一定要想办法在内部 给上海海港 一个很大的压力才行 要不然的话 上海海港 一直在内部寻求机会 然后一直不停地传中 一直不停地把球 放在你的门前 那阿脑托威奇 在中间威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球 很好的传球 在阿脑托威奇 总是在他脑袋上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防 早晚要丢 对 所以说在中场 包括中场的位置上 包括这两个中尉 一定要更大胆地补出来 一定要把高家润和从政 身后的这个部分 空缺一定要补住了 有可能就会避免 好多个进球 三中尉和后腰中间的 这个区域 要尽量地去补 没错 阿脑托威奇 上半场 两个精彩的助攻 对于他新赛季竞争 助攻王 又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对 你看这个比赛 基本上都是在内部 如果说我们宋岳和 李松毅两个中尉 不能在那里面 给对手一个强烈 有压力的防守 那对手还会从这里进球 来看看半场的数据情况 控球率28.9对70.1 设政是0比5 设门0比11 这个其实我们看过 上半场之后 都会发现 其实挺正常的 两队实力的正常体现 没错 抢断2比10 脚球1比5 任一球 天津队是6比2领先 这一点的话 可能也标志着金门虎 如果把反击打好的话 也许会有一些机会 因为海港很聪明 他们这些犯规 大部分都是战术犯规 对 都是中前场 一旦 其实他们战术很明确了 就是说 因为他知道 金门虎就只能靠反击了 所以说他们在中场 一旦掉球的时候 在阿波拉罕的身前 或者是穆依在 谁在那个位置上 第一时间 造成一个战术犯规 然后将所有人 退回来防守 一进入到 先进入到阵地战 可能金门虎的 进攻的能力 就会弱一些 没错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金门虎在前20分钟的表现 我觉得也可以打一个80分90分 没错 但现在对于他们的问题来讲 就是怎么样 把这20分钟 拉长到90分钟 这可能是第一阶段 解决不了的 可能需要一会知道 在后面第二阶段 好好再去调调球队 但至少我们看到 天宁队 在全新的启程之后 还是有一战之力 就这一点可能还不错 他从精神上来讲 队员都很迈气 非常全力以赴 没有一个球员在球场上 会觉得有一些卸载 或者是觉得拼不上去 都很能拼 但确实体能 现在就在这 20天 任何一个教练来讲 他也解决不了这问题 他一定得需要时间 才能让球队变好 所以在开场之后 您也提了 这是一个 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的任务 也挺佩服 一个为制造的勇气 对 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 的确是一个长时间的敖战 也希望各位球迷 给天津队更多的空间 那么中场环节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的是 一年一度的中超英雄评选 随着联赛开启 要和大家见面了 欢迎各位来关注到 中超英雄官方体育 好为您喜爱的球员 来投票诸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场指挥官 各位球迷化身指挥官 对于本场比赛的 一些自己的见解 也请两小师 为我们来分享一下 觉得这个说的怎么样 来看这位 一说 天津呢 集训和练时间不到一个月 与阵容 起整 磨合已久的海港相比呢 是很难带来 太大麻烦 而且海港是 更加适应苏州天气 可以说是半个主场 那么预计海港的三条线 都能够压制金门虎 最后说了一句说 期待两队有个精彩表现 那这位球迷 其实也是根据 天津金门虎 最近的一个状况 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见解 倒是没毛病啊 这个评论讲的 说的确实很客观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 这位朋友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了解 天津队说 天津呢 确实实力处于劣势 应该放慢节奏 打阵地乱战争取进球 少输当赢 加油 金门虎 这个不太同意啊 这个越是实力弱的队 你把角色放慢 等着对方摆好拳头 摆好架势 跟你去抡武功的话 这个我感觉不一定打得过 反正乱战机会多一些 而且他也想放慢 但是海港不允许 他这传球和速度 一直都在高速当中 他不在一个节奏上 所以说他想放慢也没用 因为对手在控球 没错 上海海港的确是 把握着这样的一个 全场的节奏 看完了中场指挥官之后 我们来公布一下 第三道竞猜题 看看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呢 下半场会不会出现黄牌 会出现几张黄牌 A是0张 B是1到2张 C是3张级以上 如果说出现黄牌的话 肯定是双方球员身体 这些拼抢会出现 比较激烈的一个状况 两位老师觉得 会不会帮我们 球迷支持路好不好 感觉比较少可能 对黄牌 黄牌下排是整毛会有多一点 多一点 那您觉得为什么多一点 天文湖可能会多一点 天文湖可能多一点 压力可能越来越大 对 防守压力越来越大 对方节奏越来越快 因为体能上的优势 会随着比赛的进程 会双方更进一步加剧 那这样的话确实很有可能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就是赞助放鬼 包括所有放鬼会变得张多 这时候可能黄牌几率 就会变大 好 我们的王指导 给到自己的一个见解 欢迎各位参与到 我们精彩题当中来 有机会评分 这样的一个现金大奖 最后还是欢迎各位 球迷为自己的主队 加油助威打call 来看看我们身后 看看是天津队球迷多 还是上海队的球迷多呢 上海海港势不可挡 换了名字要写好 还有说苏州赛区 还说天津的状态 的确是有所困难 也希望各位球迷 来继续的为你的主队 加油打call 那天津队一定需要 自己的球迷来 为自己加油了 我们中场环节就是这样 欢迎各位继续 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来 接下来稍事休息 等待下半场比赛开始 2021赛季腾讯体育 携手中超换新登场 除了优质的赛事内容 腾讯体育还为观看直播的网友 准备了丰富的互动方式 首先是竞猜版大神板块 您可以在腾讯体育 APP直播页面弹出的 竞猜活动入口上 进行现实竞猜 我们将在直播室和APP端 同时公布正确选项 如果您竞猜正确 即在活动页面上 领取单题奖对应的QB 专属优惠券 以及专属道具 全部答对 更有机会评分 单场2000元现金大奖 争作最强等球地 海量题目猜不停 其次是弹幕时刻 您可以在观看直播的同时 在弹幕输入专属诸位口令 极有机会赢取中超正品球衣 为你的主队打高 弹幕贺电刷不停 最后是中超指挥官环节 球迷点评新天地 中场上墙看不停 球迷朋友们可以在腾讯体育 观赛页卡 找到专属互动铁 或者直接在社区跟铁参与互动 在这里您可以参与话题讨论 为你的主队出谋划策 越优质的内容 越有可能在直播间得到展示 赶紧参与起来吧 现在是来到了武汉队的这个餐厅 我们都知道 这个赛季武汉队的这个楼 跟上赛季还是有了一些区别 所以他们这个楼的餐厅 是放在了一楼 我身边大家非常熟悉 宇哥 然后这个赛季 卓尔队也是他来负责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宇哥 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 卓尔的餐厅有一些什么好吃的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背景墙上 其实去年的装修也有很多照片 但今年我们看后面的照片 其实全部都已经更新过了 都是球队东迅的 包括在海口的这些照片 都全部在这里看 球队最不能缺少的 第12人 我们的很多球迷的照片 也都是一起放在了这个墙上 我们都知道 因为其实赛区的这个菜品 都是这样子 高速搭配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 没有猪肉的这样一个搭配 这个师傅非常熟悉的 宇哥 这是我们餐厅的师傅 借掉到这了 高手就来借掉 就跟转费这个内外员似的 好的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 海港队的餐厅 这会儿刚好到了球队的饭点 队员们也已经是来了 但是海港队的这个餐厅 其实我们知道这边的菜品 跟我们平时像我们刚刚看过的 这个武汉队的菜品 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是厨师来按照 每一天的这个菜单 来给大家健身轮换的 但是海港队的餐厅呢 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注意 李宗盛 谢谢 开始 开始ust 我们带大家unun开车跟专家 harina 渗硏 听 哈 трp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停机分钟 从哪里心向你 别不看我 让小带寂静 如果可以把命运 拽在手里 别走透支空中的硬币 也许我平淡无情 像蝼蚁 却没有想过放弃 别再问这湿地几场 寒长迷离的雨 反正不该沦迷 欢迎回到昆山体育中心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海港队凭借着25分钟 阿朗托伊奇的破门 和29分钟 吕文君的进球2比0 暂时领先 天津金门火 中超第一轮天津金门火 队上海海港 下半场比赛开始 天津队这边 李响一上来就加强了紧逼 中场肯定也是步子 肯定 0比2落后 必须得做出一点改变 是 而且前场断球了 毕竟上半场是零射门 而且刚才 李响突然这一逼 严峻林稍微有点凑手不及 这个球准度传的 还真有点偏差 他们这边海港队的防线 上半场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 所以稍微给点压力 可能会有不适应 但是很快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 会尽快调整 断起来 阿斯卡 45度在观察远端 王仁超上来了 又来到了海港 非常熟悉的节奏 再转 贺冠 王仁超 沐依 强行给 卡达尔解围 周通 这是一脚受魄性的传球 一脚传递 正面 卡达尔先顶到 外围还是周通100 就 踢得挺巧妙的 半场过后呢 海港没有做人员调整 门将还是严峻林 三个中卫 2号李昂 13号魏镇 28号贺冠 中场中路呢 36号阿波拉罕 哈利克和19号木一 2亿是11号吕文军 4号王仁超 前场的三叉底拿球的奥斯卡 大队单传起来到中路 双全打出去 但这一下 贝洛维斯补进了球门 3比0 可以说是误打误撞 但是呢 也是海港队进攻的顺理成章 这场比赛就 一种战术 一直打到尾 顺头到尾 边路 内部 边路内部 反复不停地在这 在这重踢 但是看得出来 莱科对于球队的执行力 是比较满意的 他在这里获得太多机会 而且 这么多的防守队员 在唐尚昆 把球打出去的这一刻 点球点的位置 完全空掉了 所以陆菲兹直接收下大礼 也是打击了 个人本赛季的 第一个中超进球 新赛季 接过了 胡尔克的10号球衣 海港也激励他 能够拿出更好的表现 他去年来的时候 确实表现就很好 边路就居多 一直也比左边多一点 胡尔克在右边 所以说他在那时候表现 其实个人能力已经很强了 海港继续来投入进攻 紧的没有太远 再倒地打完 超进了 老托黑奇 没开二度 这样的话 是在两分钟之内 丢掉的第二个球 天津队的心态 出现了问题 其实还是体能上的差距 随着比赛推移 会变得越来越大了 是 余格伟在场边 还是示意队员们 抬起头来战斗 这个时候就是加油了 已经没有别的了 就是用精神带动 记载住 今天宋岳的整体发挥 坦白来说 不是他的一个正常水平 还是有点低迷的 一方面他所在的 左内部压力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全队呢 一直是被压着打 整个后防线 其实从精神上 这个压力确实是 很摧残的 这样的话 4比0也是本赛季 中超联赛目前为止的 最大比分差距 而且我们不知道 这个比分会不会 还要扩大 所以天津队呢 可能在场边要 想想办法 是不是要做一些 人员的调整 其实底下坐的人 也现在对场上的一个帮助 只能说后排线条 也就是说 只能抑制一下 现在抑制一下 这个比分再度被扩大 是 这会儿呢 对金门虎来说 就不是说 这个进不进球的问题了 是尽量少丢 因为我们 即便都知道 金门虎开局比较困难 但是如果真丢了 假设说五六个球 那对于全的心态 可能是非常大的打击 对团队来讲 确实从心里从那儿来讲 确实压力会变得更大 长传 给到周通 还是很拼 卡住了位置 面对喝冠 苏妍杰也上来 周通在观察 卡达尔 再转 球有丢了 防线队友还没有回来 洛费斯在要 想要一个直塞球 队友没给 再白给洛费斯 转到右侧 马上超在 再起 到后点 先摆出去 二点球赶紧解围了 依然是海港队的持续高压 海港队在进了第三个球之后 做了非常好的一件事 就是 我想趁你病要你命 我还想再接着进 是 他整体这三条线的位置 保持的很紧 对 一直在金门虎的半场 是 还是内部 木依依要穿个短子 没有说三比零领先之后 觉得我今天 应该说是稳了 就不投入进攻 依然很渴望再得分 比下的投入度 一直都在 是 北深 理想 转过去 脚跟一磕 周通 阿布拉罕哈利克 今天在全场的覆盖和拦截 对得起 莱克对他的信任 是 他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球员 中场的防守的覆盖面积非常大 而且就是 踢球进攻的时候非常简单 把球交给奥斯卡 木依 或者是交到边路 对 任务很纯粹 对 又是周通 天津队要组织进攻 看起来呢 还是得依靠脚下活 比较细的周通 苏元杰上来 右边队友跟进的速度 也是比较慢 受到体能的困扰 再给巴顿 拉出来 李扬 巴顿在国安踢不上呢 来到天津队 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 争顶 二点球 控制住 从阵 没有拿好 看看海港的反击 三船两倒 这就已经推过中场了 单对单 这是沈飞斯喜欢的局面 拉出来 一步过离综艺 内切 起脚直接打 卡达是封堵 金门虎难呐 攻出去一旦丢球 而且是大概率要丢球 那反击 我回不来 对 洛贝斯一旦给他空间起诉 这球就很难了 能回来也基本上是 就只能是看着防守 就可能是动不带动了 那不攻吧 一直被海港压着 迟早还要丢 比如说这一次再传起来 单掌拖出去 腾尚昆 这真的是一个两难境地 抑制对方进球 可能现在显得更务实 更务实一点 这个赛季呢 效力天津队长达17年的 34岁老门家杨启鹏 没有进入名单 加上杜嘉离队啊 所以腾尚昆可以去打一个先发 是杨启鹏因为腰伤 现在还没好 还在加修养 调过来打一个战术 投球再一把 爱球进了 5比0 洛贝斯 同样的 梅凯尔杜 很好的脚球战术啊 其实可以看一下 这个很好的脚球战术啊 所有人就把前点跑 洛贝斯在这个点球点 等着这个 奥斯卡把脚球发到 点球点出 然后洛贝斯空了 很简单的方式 没错 我们上面上提到过 海港队是上赛季中超 定位球破门效率最高的球队 这边换人了 6号高加润 替补下场 换上24号 赫韬宇 中场的一个对位调整 李响应该是李响吧 好像 换下李响 李响跑不动了 这场确实也没有压力了 半场的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去考虑换他了 是 考虑到换人民额 可能是安排 因为确实也没有前锋 队内也没有前锋了 官方给的报名的大名单 就只有前卫后卫和门将 山栏 天然队里面最好的前锋 都在教练席上 一前一后 王俊和于根伟 当年的这个封线搭档 但这会儿不能 我行我上 还是得靠球员们场上去 努把力 射门0比13 阿努托埃奇再传到后点 外卫再打 退反击了 而且在前场呢 投入了五个人 从阵 苏元杰 他其实也有一定的内切能力 今天因为比赛的情况也上不来 外围 从阵没有拿到 还刚才反击的好机会又来了 四大外援 这下想战术犯规 没有拉住 员曹宇 上来之后 拉这下 其实对于天然队的角度来说 是对的 真的要起诉了 这球拦不住 别说 因为兽于体能 确实对持球的压力 已经基本上没有 不光是 这边贺冠也上来了 那这个站位 可能除了文将 严俊宁之外 全都来到了对方半场 没错 魏镇在红 魏镇保护一下 因为他没有前锋 现在 再给先停 再打 6比0 阿脑托维奇 在中超的第一轮 上演了帽子戏法 而且天津队 在最近丢球 可以说是 一个接一个 这个心态有点崩了 再来看 远端 王神超 阿脑一直在要 这个三中位 现在就形同虚设了 因为对持球人 没有压力 后排 基本上都是插的杆 就没有什么防守 你传球质量太高了 是 那这种球 就目送阿脑托维奇 其实他地下停的 不是最完美 但是留给他调整的时间 很充裕 所以随后从来打进去 这边再换 还是从座后场 陈克瑞上来了 换下了苏妍杰 体能消耗非常大 陈克瑞在中场 有不错的进攻能力 这个时候看能不能打回 挽回延面的一球 换下了队长宋岳 应该是有个辩阵了吧 宋岳下来看看 是不是要打四后卫了 队长就不要带在了 卡达尔的臂膀上 巴队现在自己顶在中间了 是 而且呢 35号聂涛也出场了 这也是老天津队的球员 这个边后卫 是 左边后卫 但是年纪比较大了 今年34岁了 是 从这 再转 视野很开阔 看第一线 停的不错 单对单 面对李文君 往内线走 连续的调整 起脚直接打门 今天天津金门虎的第一脚射门 奥斯卡 母一这下也没有挺好 莱科在场边的队队员 还是以鼓励为主 一直在鼓掌 这么多的精胜球 一场大胜 对于海港后面连战国安身花 心里面的底气是比较足的 没变 没变还是一样高加热拉 而且打在苏联的那个中卫那个位置 球员之间还是太生疏了 因为从来都没在一块提过提过比赛 确实是 这个 去年的12月12号 老天津队的最后一战呢 在足鞋杯的半决赛打江苏点球 那场比赛的11人首发 现在8人都已经离队了 只剩下头上坤 白月锋和前一秒 白月锋因为是老将 球员街教练 比赛可能新赛季 踢的不会特别多 看看二点球 有一个身体接触 裁判认为球没有问题 再长传 阿闹托维奇 上赛季进了7个球 我们场面听到天队的教练组说 别动手 别犯规 再转 李昂要直接给了 底下李宗益 在这个区域 不给持球人压力的话 孩子会更危险 是 扫船直接到门前 踢很放松 看谁 排港队呢 在上赛季的中超 是下半场进球最多的球队 一方面 球员的能力强 体能好 另外一方面呢 即便我上一些轮换的球员 这个阵容的厚度在这摆着 首发和替补的差距不算特别大 可以持续的对对方保持压力 这边刚说就要做调整 实际号陈彬彬 这是一位优秀的异位 让这个 贺冠下来 对 让这个主力球员再休息一下 比分都在这儿了 是 让更多年轻的球员上来 能适应更多适应比赛 没错 陈彬彬在新赛季 海港的U23球员里面 他的经验是最丰富的 去年一直好多场首发 对 而且呢 李铁指导新一届的国家队啊 据说要扩充20人的大名单啊 其实也在观察海港队阵中的一些球员 所以这种比赛对于他来说 也是好机会 好多球员其实都在这份大名单里面 拿住球 阿闹特维奇 推直线 叫罗佩斯 丢球之后 阿闹自己带头上去反抢 前两天全队给他过32岁生日 其实也希望他能够 去逐步取代 霍尔克离队的这个进攻开火拳 反击来了 金门火 看怎么处理 直接打到门前了 稍微有些急 上位人太少了 也是体能啊 这个足球场呢 千变万变 这个体能得需要一段时间去准备 短时间内谁也完成不了这件事 而且我们赛前看过两队的这个修赛机转会 在转会市场的身价评估当中 天队全队的身价是423万欧元 中超最低的 甚至低于两支中甲的热门啊 武汉三镇成都荣城 台港的总身价是4540万欧元 换句话说 是天津队的10.7倍 中超第一 这就是双方纸面的硬实力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余根伟 这不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你这柴火和炉灶都没有了 对于他来讲 对于天津球迷来讲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心理准备 天津队对于这个判罚感到有些不满意 其实双方的身体接触上互相都有动作 聂涛是09年升入天津一线队的亚冠首秀啊 今天是他代表天津队的101次出场 又来了定位球 腾上关线就怕这种情况 对 全身贯注来防 还是开一个战术 那这次金门虎防的不错 对 王二导说了 就是第一线的击孔手压进去 带走你防守人 然后点有点空出来 对 从后点绕出个人 去带点球点空出来 所以说一般在这个角球 就区域接和盯人这种防守当中 在点球点那块一定要放一个防守人 你不管有没有人 有个固定的人应该站在那里吧 因为对手一看你 要是站一条线的话 他就会在第二层线上 有一个进攻球员在那 是打层次感 对 左脚 左脚 母一 进区里面是一个二对二 这个局面对金门虎来说非常危险了 远端呢 这个吕文君应该也是空的 是 这球刚才也就是没给过去吧 给过去估计这个比分还要改写 所以说 对中场线这个次数人的压力一定要给到 对 如果给不到的话 你进区里面 球一定要进区里面 我们中卫基本上作用就不是很大了 是 我们可以不断持续来关注胡顶 卡达尔和阿脑的这个对位啊 包括其他中卫的防守覆盖 顾尔一直站在这里啊 罗贝斯阿脑又是一个几乎重叠的战位 远端再套了 给到远端 底下 前一秒奋力的争抢 吹了吕文君犯规 当然吕文君呢 也是陪伴上海队走过了第16个年头了 有望完成职业生涯一人一成的壮举 而且莱科呢 其实海港对边路有很多年轻球员 包括这个陈明斌啊 也都可以用 但是在训练赛里面发现吕文君 执行体系执行的非常好啊 所以把这位32岁老将重新派到手法 因为海港 他带海港这个整个目标和任务不太一样嘛 他是正观嘛 所以每场比赛不是说这个队员能不能用 他必须得 必须得盯用 必须得非常强 对位的时候跟对方不能弱下来 没错 所以说可能吕文君就比这个什么陈明斌的这些年轻球员更有经验 是的 一对一对抗能力更强 那今天正好也赶上了阿波拉罕哈利克 作为U23的球员 是有19岁嘛 是 能够顶一顶 阿波拉罕确实在中场这个防守和覆盖面积在 而且他执行力很强 这个球员 相当相当的这个强悍 19岁1米86的身高 奥斯卡 这边三人的甲房给过去了 局部配合 先给对抗 看刘文君 这下漂亮的篮组 来自于从镇 阿波拉罕确实在上面接触啊 两个两个 阿波拉罕确实今天第一场几乎进了上赛一半的球了 看看这个赛季有没有机会突破自己单赛季联赛的进球记录啊 1516赛季在斯多克城 1718赛季在西哈姆联 单赛季11个球 还是前点 可以注意一点 队内的金欧两名外援啊 另外的一位 伊洛基 来自于刚果的边锋 也替换上场了 看这边没有拉住奥斯卡 奥斯卡现在 风投正胜啊 今天单场四次助攻 他只剩下第一次助攻 单场大四席 到上场就拿张黄牌 这也没有办法 来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了 这拽了十多米 但是拉不住 拉不住 眼外顺吃到一张黄牌 海港队也要换人 买提江 天津的旧将 准备登场了 换下了今天 梅凯尔库的沃佩斯 买提江曾经也在 天津队啊 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最早是帕切科 执教的时候 把他牵过来 打左后卫 后来史蒂克呢 改造成后腰 真的是踢出来了 他真是万金友 他除了这个中锋 没踢过 守护员也没把过 所以其他位置都尝试过 没错 这球员您肯定比较了解 对 是左脚 奥斯卡还在突 阿闹在做 奥斯卡是不想停啊 前场高位压迫的反断 左边李文君一直在等 内部再给奥斯卡 脚跟摆脱 他是想自己进一个 但这下阿闹脱位器的产球 肯定是一张黄牌了 那这个赛季对于阿闹来讲呢 他首先做到了一点就是改变心态 很多海港球迷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下飞机啊 刚下飞机就吃快餐去了 那个时候觉得说来中国可能踢的舒服一点 现在开始在俱乐部的帮助之下呢 注重饮食 更加的职业 今天不光是进攻 在反抢这一块做的也很积极 他去年确实到后来体能也出现一问题 而且那个赛区的天气也确实太热了 对他来讲这感觉也烦躁 这球员有时候到时候体能一下仗 自己踢的在不顺心的 他就容易非常烦躁 没错 尤其像他这个级别的球员 可能对自己表现不好 是很不能原谅自己 他还意识到自己是时候去撑起 霍尔克离队之后的进攻大棋了 现在今年可能通过训练就会好很多 看看就到进去里面 李文君直接起 再给 内部的空档还是需要这个中卫 再去多关注一下那个空档 所以说海港这个赛季初 这个提前集结 早早的备战 确实在体能上和天气队鲜明的反差 是 所以现在看出场这几个 像鲁能 那个不叫鲁能了 现在叫 泰山 现在泰山 包括这个海港 都是出场这几个队友当中 准备的比较充分 是 嗯 加上人确实也很厚啊 对 这两个球队人也比较厚 再转 王胜超 收回来 李昂 对方的逼抢之下呢 把球传丢了 再来看 今天的大部分的进球都是这样完成的 边路传中 中间呢 拿到机会 这球直接笑纳大礼 完成了帽子戏法 嗯 有时候这个 在球队里面啊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 像这个海港啊 为什么 其实诺佩斯还有些体能 对 还可以再跑一跑 但是阿脑呢 可能体能下降的比诺佩斯要大 是 但是教练在这个时候会把诺佩斯换一类 而不换阿脑特维奇 有时候这个就是 球队当中 能看出来一些动 就是说阿脑特维奇 就属于那种战斗勇望比较强的球员 是 他自己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 他如果说不是自己想下场 或者是精疲力尽 实在是动不了地 你给他换下场 他可能是不愿意下场 要不然不放心 对 他会非常不高兴 会影响到 会影响到他下一场比赛 没错 当然可能是一个场上比较情绪化的球员 但是现在来看呢 这个情绪是向上的 是激进的 对对对 你得 就是说这个教练就是心理层面 就是说你得让他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 你不能让他憋着感觉 你怎么给我坏下来了 可能对他以后的这个比赛 是没有帮助的 确实 难得说今天是踢爽了 对 就好好地做点感觉 对 让他找到感觉 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该做些什么 这下聂涛的过人 制造对方的犯规 是叫陈彬彬 看到直播间 有天津的球迷在问 曹阳正的情况 曹阳正没有进入到金门虎第一阶段的大名单 但是随队来到了赛区 后面可能还是要等待机会 看看定位球开起来 头球没顶到 后点再摆过来 联系的征顶 开港的解围 这下解围之后 天津的队员这个出角 有犯规的嫌疑 看上去可能是巴顿 球已经出去了 自己有了一个轻微的踩踏动作 小的碰撞 现场在公布到场的球迷人数 首轮四场向球迷开放的比赛之一 能够重新赢回球迷呢 要感谢每个为此付出的人 要感谢场边和屏幕前最可爱的球迷朋友们 新赛季中超 咱们换新登场了 排行队继续投入进攻 莱克指着奥斯卡 说接着船 再转 奥斯卡今天是全场飞奔 奥斯卡没想到跑动都不少 对 他职业上有过几次单场 这个助攻帽子戏法 但助攻大四喜单场 真的是没有 胜压第一回 因为比分上的差距 这个上岗体队很放松了 已经开始了 是 金门虎这边 伊洛基上来之后 没怎么拿球 这伊洛基属于一个纯扁路选手 是 他的巅峰期是五年前 在法甲南特 那个赛季 单赛季有过六次助攻 那上赛季在苏州东吴和四川队 中甲加起来也没进过球 所以中场时候 有和王志导聊到过这个外援的问题 王志导也指出 确实是因为最后是个没人了 现在来个人先用着 是 就他在中国了 所以可能就具备这个报名 可能然后就报了 积极的上墙 场边继续换 连换三人 十少李胜龙 三十号 贾薄言 都准备上了 这边把主力换下来休息了 换下墨衣 把这些三十岁以上的老将都换下来休息下去 海港当初只花了不到五百万欧元 就买到了顶尖的亚外 阿老头一起 今天上演了帽子戏法 现在可以开心的下场休息了 这样的话天津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进球最多的球队 对天津进过五个球 在他生涯里面和南普敦和霍亨海姆并列 同样下场的是奥斯卡球队队长 生涯第一次单场助攻大四起 三个外援全换下来 伊洛基上来抢一下 拿回球权了 再给 叶涛 连续的传递 一个三对三的局面 这下球没传好 背后有犯规了 三朝贾薄言 这是一个U21的球员 锻炼年轻球员了 在前面就是贾薄言 李胜龙 李胜龙确实是当打之年 这个前锋最近两年不断的有机会出场 李胜龙有他的问题 身材不是特别高大 在中锋位置上有点容易吃亏 对他是很积极 他可能更适合踢两个前锋在那 对双前锋 前面有个人帮他顶着 对 海港队对于李胜龙的使用 实际上之前做的不是特别好 上赛季给他喂了103次高空球 是国内球员里面第三高的 但他的接球效率很低 第一次触球 质量 都是 对 其实都是跟这些什么阿脑 这些顶级球员应该学习的 是 看看莱科对于他是怎么用的 更多用脚下还是接着用他的这个高空 再起 这个时候金门虎的防守压力的要稍微好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外援下去了 开港是一个全滑弯了 新赛季呢 单场可以上四名外援 天然队只报名了两个 所以在第一阶段肯定是天然的烈士 但没有办法 这就是球队重建之后的现状 当然新赛季中超的赛制有一个变化 所有球队都要打满三十轮 希望能够避免上赛季天然队赢一场保级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赛季金门虎呢 还有很大的机会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下赛季中超要扩军 所以这个附加赛呢 不是和中甲最强的两个队打 没错 所以说对中甲这三四名 可能强度就是会弱很多 传起来投球 这下也很有威胁 贾薄言 传球的是天津的旧将买提江 买提江脚法也不错 脚球任意球质量也比较高 而且金门虎这边要后场出球了 这种可能适合战术 实力底子强一点的球队啊 但是你得练过 得练 你得需要时间 这倒是 从后场组织进攻 得需要时间来练啊 这下腾尚昆的扑就 正好打在洛克斯面前 然后一个轻松的摆脱 过掉了宋岳 今天也提得很开心了 上赛季呢 一度有长达101天的进球荒 整个上赛季进了五个球 今天就拿下两个 因为那会儿阿脑来了之后 他就被迫跑到别路去 对 就离球门远了一些 那我们看到相比配合的使用 莱科对于洛佩兹 他喜欢把洛佩兹放在阿脑的身边 一个重叠 对 经常两个人一起去包抄 这点就像王老师今天多次说的 对于金门虎的防线 给了巨大的压力 他没法防 因为洛佩兹抓不到 结果经常是三个 宋岳 卡达尔和李崇逸 三个人盯阿脑一个人 是 然后洛佩兹一直是在空地 两车一直在游 一直跑 到边路 陈明宾 想展示一下个人的突破 传起来 力度差了一些 不过金门虎第一时间 也没有把球破坏出去 在后场这个位置倒 一个产抢 边才举起了 反规 放倒了高佳润 有点危险 是 这下买提江这个鞋钉 其实也是亮出来了 是是是 其实有点危险 严格来讲 这是一个黄牌动作 踢到这个时候了 看到直播间 有很多朋友在发弹幕 对于最后比分 都有自己的一些感想 那中超呢 上一支单场 竞胜对方六球的球队 也是上海海港 在19年的12月 6比0深圳 当时阿老托维奇 那场比赛是大四季 那中超单场 最多的一场球啊 比分最大的一场球 18年的3月 8比0 大胜大连 这支球队 这支球队也是上海海港 这几年上海海港 包括之前 前几年上港的那种 投入确实是很大的 他买的这个 外源呢 包括都是属于 世界顶级球员 不是说亚洲级别 都是世界顶级 而且考虑到 海上队有这个大比分领先 不放松的这个历史啊 所以后面 金门虎还是得 要小心 防线还得绷住 球队职业精神还是比较好 比较尊重对手 无论体騰几比几 他都要持续的比赛 对 打好自己的比赛 我是要去挣更多的精胜球的 其实这也是 对足球对对手的一个尊重 没错 如果说这时候他玩上了 反而倒其实对足球和对手 不是一种尊重 是这样 倒边路 队友在接 跑位有点重 买提江在这个阵容里面 算是经验丰富的球员了 稳一下局面 王世超 这个一看莱科啊 对这个防线深厚的这个节影 还是要求的很多 是 在我们这个 西门虎的这个防线身后 有好多这个海港的球员在这接球 又来了 推过来到中路 投球一甩 江江偏突了门注 海港队错过了一个扩大比分的机会 14号李胜龙 我们提到过他的争顶问题啊 总是他 他对强点的一个感觉还挺好 但是这投球基本对不正门 他这个比较难 比较不容易 但是这个李胜龙 其实他这个强点的感觉是很好的 这个 是 就是最后离门这一下啊 今天也可以以赛代练吧 这个就平常多加长点位置训练啊 位置训练 门前多有一些投球的感觉啊 脚下的感觉啊 来改变一点 在更多的其实还是天赋 有的人他天赋就具备这个天赋 门前的感觉啊 没错 把这招投球 第一时间直接传 这个想法不错啊 一脚撩传 但是没有打准 有点想当然了 靖哥给到了今天先发表现都不错的海洋队 外援 沐一呢 虽然呢 今天没有进球 但他在场上的这个无球跑动串联 得到了王志导很大的肯定 嗯 他那个频繁那种插上和那个 对防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中潮这些队啊 看强与弱 就看谁能把球传给守门员 谁传的次数多 谁就是强队 哎 现在我们的中超赛场呢 呃 讲究传控啊 讲究十一人都要参与到这个 比赛当中 他强力队他必须得有 守门员必须得回踢球啊 嗯 他参与到进攻里面 他在进攻有球的部分才可能多人嘛 是这是向欧洲足坛先进的技战术 做一些靠拢 嗯 现在门线型的门将呢 不吃香了 是 你的活动范围一定要大 他这个年代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节奏越来越快 足球 来回攻手转换 给你的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说你想进攻的话 可能从守门员那里面 那个地方是发起来想吃 最容易最简单的方式 今天这个比赛对于呃 残片来讲呢 压力也不是很大啊 唐盛奇 嗯 没有什么太难度太大的 叛访 是 李扬 继续在场上熟悉球队的体系 那这下应该是预为在先了 天津队呢 在后面的比赛啊 第一阶段要打长城亚太 河北大连人和武汉 就对于很多天津球迷来讲呢 可能第一阶段啊 进球啊 拿分 拿一分 我觉得也是胜利 从第一场那种体能表现 包括这个磨合呀 各方面来讲 进球也不最重要 能拿分是最重要的 拿分拿几分 是几分 是 对 也保证不输球 最好的得分窗口呢 在这个三四轮啊 对河北大连人 可能对大连人会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一定要 赶紧把体能拉上来 我真的不觉得金门虎今天的比赛 完全是输在了这个个人能力 前20分钟给我们带来的观感 还是相当顽强啊 是 其实 如果说在体能上 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谁踢谁 都是很困难的 关键就是说 在这个绝对的体能和 其他因素的差距面前 斗志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没错 有时候就不是咬牙的事 双方在同一起跑线上 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踢谁精神咬牙 可以 如果说差距太大的话 你咬牙 因为明显感受到25分钟啊 那个节点就是 海满多一直在从容不迫的高压 给你去施加压力 你明显是想防 但是已经就是脑子想防 身体已经跟不上 跟不上 对 就是防守强度一下下降了非常非常多 是 下面场不是有三分钟的时间 中场有空刀 自己带突 转到右边 陈明边上来 边路最后也带套 以前没有给 尝试内切 内部塞过去 进攻打的速度很快 你看三个 海港还是这个 发球很快啊 是 要把球能控制在脚下 给个对抗 球断下来了 巴顿 左右两边都有队友 看怎么给 推一个直线 单对单 但是这个球呢 卫阵的站位 还是比较稳 金文虎中前场脱节了 一个长传给过去 打刷线身后 凯达尔 最后这几分钟很开放 开放了 伊洛基的机会 给他空间 看能不能起诉 绝对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踩个单车 斜防也上来 对他还是足够重视 到内部 推 这球也确实不好接 李胜龙 交队友 成功的上抢 来自于李松义 再转 上天不是已经过去了 一半的时间 最后是个选择控制局面了 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 哈利克 看起来要打满全场 今天的发挥 作为中超首秀来说 相当出色 边路 陈宾斌 下面场一度天队是攻出来 想尝试创造一些机会 但最后 还是没能够顶住 这边内部 麦蒂江观察 起球 传起来 到后点 还有 请进来多点包抄 接着起 再投球 李文君 大脚解围了 陈明明上来之后 拿球很放松 但也丢了两脚 看看反击 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再转 插上的队员很多 金门虎全知道 这个球结束了 可能比赛就结束了 中间转到巴顿 到红顶 C内部 伊洛基 有机会 先停 西加大门 球进了 1比6 伊洛基 帮助金门虎 打进了晚辉 颜面的一球 也是新赛季 天津队的 第一个进球 最后时刻 这个丢球 海港队 我觉得从来科 到严峻林 肯定都是不满意的 教练已经表现出了 真的不满意 但是 这段时间 确实 海港这最后几分钟 确实也很散了 整个阵型 对球的球权 这种控制 都弱了一些 是 对球有点松 那也是金门虎 最后插上 投入进攻的兵力很多 传球的选择很多 刚才咱俩聊了 最后几分钟 双方都开放 开放 更放松了 这样的话 主打发一声哨响 第一轮的比赛 结束了 天津 金门虎 1比6 赋予上海海港 上海海港 踏出了自己本赛季 中超争冠的第一步 一场大胜 而余根伟 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微难之间 我们都知道 他未来的路很难走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希望金门虎 在他的率领之下 能够一场比一场好 而海港队 今天 封线多点开花 奥斯卡单场四主攻 生涯最高 奥特卫奇的帽子戏法 所有球员都进入到莱科 全新的体系当中 这就是好事 请网绍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战术 其实下半时 海港并没有什么更多的 这个多一些的战术表现 还是从内部 利用中锋支点 再分边 然后传中 最后达成射门 都是以这种 这球其实可能说 金门虎也是因为体能的下降 在后方线上 一个很轻易的一个 拿球挺大了 被这个阿脑得到这种机会 但基本上这种战术 还是一样 跟上半时 没有什么更多的这种 这种战术的改变 还是一样 只不过下半时 更多了一些 从中路上 这个阿脑托为奇 支点的这个作用 他跑出来接球 然后利用一下他 再往身后打 有空间 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 全场比赛结束 各位也可以看到 两位老师身后我们的大屏幕 双方的球员 也都在感谢各位球迷的到来 为他们的加油助威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 上海海港的各位球员 在感谢球迷的支持 当然其实对于天津 金门虎这支球队来说 在最后时刻打进了这一球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新赛季的手球 也是一个开端 王知道怎么来看 今天这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 其实没出什么大的意外吧 就是说大家可能都已经 预料到是这种结果 而且比赛前 双方的准备程度不一样 包括这个走球队的实力 也相差很大 所有所有一些一切 都在比分上表现出来了 那其实对金门虎的 这个这场比赛 最后能获得一个进球 其实别看着一个进球 对这支球队来养帮助 还是比较大的吧 对是信心上的一个巨大提升 刚才王老师提到的 双方的差距 在数据方面 有一个全面的体现 在热图方面 在这个进攻比率方面 肯定是全方位落后的 能进一个 我觉得天津的球迷 实际上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天津球迷 给我大家的印象 就是知足常乐 这个球队本来已经没了 所以这个赛季 对于天津队来讲 最重要的两个字 就是活着 从无到有 涅槃重生 这是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一个过程的事情 第一场比赛 可能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所以第一个进球 我觉得位置球队 会带来一些 精气神上的提升 未来也希望看到 一个位置找 能够位置球队 做出更多的一些调教了 这个球的确是意义非凡 但我们也看到 其实梁老师也提到了 这支球队 其实在三月份 或者说这个 集结训练的时间不长 对于球员来说 适应这样一个 高强度的比赛 体能方面是一定的要求 但我们看到 天津金门虎 各位球员 其实到最后一刻 也没有放弃 这就是天津队的 整个队伍的一个 气质和风格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天津队的一个赛后采访 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这场比赛吧 这样一个比赛的失利 首先 我们这个队很不容易吧 因为大家 从训练到现在比赛 可能时间磨合的不是很长吧 加上我们人员上 可能有一些困难吧 然后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 可能想到今天 结果不会是 这个好的结果 但是 还是要按照教练的部署 去完成吧 可能 丢了很多的那种 传终 然后投球破门 因为球队其实 集结的会比较晚嘛 然后今天 整场比赛 踢下来 会不会觉得体能方面呢 会有一些劣势 对于我来讲 其实还好 我一直 因为我包括我来队也比较晚 我的东迅 其实 也算是 也算是一直在跟着 国安踢吧 然后 体能 我自己的体能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 因为队里 毕竟 集结的时间比较短 然后大家的体能 可能都参差不齐 然后 比赛的困难 肯定大家都预计到了 在赛前 于是导有没有特殊给大家布置一些 或是需要大家去调整一下自己来心态来面对这样比赛呢 教练就是让大家放开梯吧 然后 其实 也没想到今天会是 就是这么大比分输吧 因为我们想的是 我们还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吧 然后 但是最后结果还是大比分输了吧 之后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会大家适当地去调整一下心态来面对之后的比赛吗 对 肯定要 因为 困难就在眼前嘛 所以 就还是下一场还是拼吧 因为 我们前五场的对手 可能上岗比较算是最强的对手了 然后剩下的可能 我们还是有针对性的部署 可能想拿分吧 我们看到了巴顿这样的一个采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海港的赛后采访情况 获得了一场大胜 评价一下自己和全队的表现 首先我觉得先祝贺一下我们球队吧 然后在今年联赛第一场也是最困难的一场比赛 然后取得这样一个胜利 然后因为这场比赛赛前我们也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也预料到了对方是密集防守的一个战术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场上面对这样一个对方摆了一个密集防守以后 我们也踢得非常的有自信 这也是因为我们赛前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我觉得这一场胜利 不光献给我们自己吧 也献给所有到场来支持我们的球迷 因为大家等这场比就是今年联赛开始已经等了很久了 所以说也希望用一场精彩的比赛来信给他们 这场比赛也是这个新任主教练莱科的中超首秀 然后觉得教练这场比赛布置是不是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叫你说的 因为我们赛前之前前两天一直在练针对对方 就是在最后就是说在后面就是打那个一个摆大巴的一个阵型 所以说我们在场上有碰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也非常的有准备 所以这也是教练组也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以后 我们因为还互相之间也互相在磨合 所以在接下来每一场比赛我们会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 今天阿脑也是进了三个球 此前球队也是给他过了生日 觉得阿脑今天发挥怎么样 我觉得他已经用一场非常完美的表现吧 也用进球来献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我觉得我相信他会用更好的表现 为我们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去进更多的球 好 感谢王仁超 那我们反观上海海港在今天的比赛拿到了六例进球 也是来到赛季的一个开门红 还是请梁老师来分享一下 觉得今天上海海港的各位球员的表现吧 应该说这场大胜是他们应得的 是球队整体的赛季前拉链 备战的一个全方位胜出 我们说足球场上的很多东西都是全方位的一个体现 当然到比赛当中 其实王仁老也多次在开始的20分钟 作为一个进攻手的嗅觉 王仁老已经多次指出你的三中位的空当 要早点解决 对 确实上岗一直在频繁的做一件事 可能我们应对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快一些 但确实这几个球员的外援 前场的几个外援的个人能力 确实可以决定这个比赛 他们也完全有能力在这种打法下支撑下 可能会进更多的球 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 因为两个队本身不在一个级别上 所以说确实很难 对金门虎来讲 包括他的安排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确实也扛不住这个事 上岗这几个外援确实是能力确实是太强了 每个球的走向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 所以海港队可能在莱克的调教之下 会在赛季前期打快 打边路 我们看到打边路这件事了 但今天说句老实话 因为天然队防线 自己的调整不够快 所以海港队他也不需要变招 不用 我就这一招先 这场比赛我吃变是没有问题的 对 他一直都没有变过 一直都是同样的问题 对 就是船中打内部投球 反正你也没有调整能力 那我也就干脆就接着往死里 照这一点去针对 他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而且其实上岗球队现在提的更欧洲了 整体和团队更多一些 包括阿脑和洛费斯 对整个团队的贡献是非常大 而且中场像奥斯卡 这种游异 对从后场再往前场 再输送球的过程 对这个质量是很高的 对 奥斯卡今天等于是 自己完成推进加侧动 两件事 对 当然 藤尚昆很难去指责他什么 不过今天我觉得 他的发挥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在出击的一些选择上 当这种球那是没办法的 他尽力了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 这个球员你得承认 400万和4000万之间 那个局必须得 实话 如果说400万和4000万 可能你有可能会有一个 偶然性的机会 去获得一些机会 赢得一些比赛 但是如果长辞已久的话 这是不健康的 不健康 确实也不健康 对 这有可能出问题了 王老师话也说的确实很对 也很直白 就是这样 所以看看金门虎在后面的 第二阶段的引员 能不能 咬好牙 做一些调整 今天对于他们来讲 一个好消息 就是 一洛基 这位在中甲都没有进球的球员 这赛季进了金门虎的第一个球 而且反击当中 看得出来是有作用的 是 有一些空间的时候 这个队员还是能表现出来 一些自己的特点 也许在后面的比赛会有更多的出场机会 在基金里面 我们不断的看到这种 从内部直塞球 然后传中 征顶 突然一个急停 虽然上的都是李盛诺这样的替补 他们也很清楚莱科的一个战术布置 都是一样 对 就是执行能力很强 这从下侧面也证明了 就是莱科 他表达出这个东西 确实能让队员们所有人都能听得懂 能接受 在球场上也是可以完成的一些东西 是非常合适的 对 那这球呢 巴顿的助攻也非常的精妙 当然其实我们看到天津金门虎 虽然说首场比赛失利 但对于这样的球队 是不是应该做有所选择 就面对苏州赛区实力较强的球队 做一定的这种战术调整 那面对实力 可能跟自己没有差太多这样的距离的话 就要势必要拿分呢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有所选择 其实我倒是觉得 应该有这个想法 应该有这个想法 因为毕竟对上海海港这样的球队来讲 可能你要是在他身上想获得胜利 或者是想拿分的可能性是极底的 可能在这个时候 更能以拉一些体能 包括让更多可以比赛 对球队有更多贡献的球员 在场上能找到更好的状态 以这种方式来去面对这样的比赛 可能更容易一些 然后对待可能会获得 获得分数的一些球队 可能在那个时候 能放到最好状态的球员能上场 在那时候品一下 有可能获得一些分数 在第一阶段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一种策略吧 是的 那现在呢 我们也来联系一下 所在前方的唐一荣 我们的腾讯体育的前方记者 来看看赛后有什么样最新的消息 来跟我们分享的 一荣你好 哎 主持人你好 嗯 那想问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比赛刚刚结束 对 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 这个赛后现场的球迷状况 是怎么样的 嗯 今天其实 球迷还 算得上在情绪上的是两极分化的 海港这边球迷特别开心 然后 其实天津金门湖这边的球迷 一直以来 我们今天在那场看的啊 就对球队的支持 就是在一直以来 就是不管是在落后 还是在什么时候 球迷都一直在给这个球队加油 包括刚才在比赛结束之后 球员们在那个现场的时候 然后球迷还是非常用力的 在看台上给金门湖的队员们 在呐喊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 嗯 好的 感谢一荣带给我们的前方情况 感谢您 我们也看到各位球迷在现场 一如既往的支持自己的球队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赛后发布会 双方主教练如何应对 球员是上海海港队八号 奥斯卡先生 现在开始 本场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 首先有请上海海港队主教练 伊万莱克先生 点评本场比赛 对 我当然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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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重量的 我认为 我们从第一次到最后 所以我们不能够好准备 但是我们练习的东西 我们表现得很好 赢6个赢 赢得第一次游戏的比赛 是很重要的 这场比赛会提成什么样子 因为之前也是经历一段 比较长的一个准备期 另外一个对手 也是之前经历一些变化 然后可能相对来说 对他们的情况 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我们之前的训练 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场比赛 我们打入6进球 而且往往赛事里的第一场比赛 能够取得胜利 这也是最重要的 好的 谢谢 下面是蓝区媒体提问环节 董秋迪 教练 您好 您让阿波拉罕首发的这个决定 在赛前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但是他今天的表现 是否让您感到惊喜 他日后是否会成为球队的 一个常规球员 谢谢 我可以说你只有一件事 我相信 你会议 这就是怎么会比赛 阿波是很年轻 但是他比赛很好的 他比赛最后比赛的比赛 很高的屏幕,所以我们希望他会在一个很高的屏幕 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次的资格,它可以有 stress,它可以有壓力 但是,我非常感激和他的资格,也就是在书球 我自身上,我不相信在年轻人,我相信在不好的资格 他比较好,但是明天的资格,你永远知道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继续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资格 每个资格,每个资格,每个资格,每个资格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在于足球这个世界里边 我非常坚信一点是,你是怎么训练的,那么你比赛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么,阿布呢虽然是一个年轻的队员,但是他在训练中也是非常的努力 那么,之前的比赛中,应该说也是展现出了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和水平 当然,今天可能对他来说,第一场比赛嘛 那么,可能有一些压力,稍微有一些紧张 但是呢,应该说我对他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那么,其实不光在足球领域里边 在这个,这个个人的这个,这个生活领域里边 其实我,嗯,不是这个很相信这个就是,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这一说 我是只相信好和坏这一说 这个,可能,那么阿布今天这个表现的还不错 那么,之后,呃,或者说明天之后,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最重要的是,呃,他要继续,呃,去努力 然后充分利用,呃,给他的每一分钟,呃,上场上场的时间 那么这样才可以 好的,谢谢 谢谢,蓝区媒体提问环节结束 下面是绿区媒体提问环节 嗯,啊,蓝区,蓝区,再补一个 主教练,你好,腾讯体育记者 然后,今天这场比赛是您的这个中超联赛的首秀 然后,这样一个比分,想让他评价一下自己的这个首秀 我的感觉,对于是,是的,当然,我非常愿意,非常愿意 都很愿意,我对着说了 他,对你明白对我现在的表现 他们的表现,对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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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表现的银行事 都很愿意。会计划 如果,对于是,因为我就很愿意, 会很愿意,我怜意,它们是,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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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 我对于球队当然的表现是满意的 也是自豪的 那么之前我们也是经历了 三个月左右的这种坚固的准备期 那么为了开打的中创的赛事 应该说球队也是训练得非常好 其实今天的比赛的表现 也是我们平时的一个训练的展现 当然这场联赛刚刚开始 那么这是第一场比赛 那么我们需要继续的不断的保持向上提升 那么期待接下来的训练和接下来的比赛 好的 蓝区下一个问题 你好 主教练 那么阿脑推棋今天是打进了三个进球 然后此前不久球队也是给他举行了生日会 教练认为阿脑是否已经达到了最佳的状态 谢谢 因为你是一定的 不一定的 因为当然 因为这就是让人数比赛三个毫子 这就是这意思是很棒的 同样像是跟这群体 但是我期待仍然有更好的 Marko Arnautovic 在未来的游戏 我期待,我希望看到更好的 ShanghaiPort在未来的游戏 因为我说的 我们是在最初的事情 我们仍然有很多东西 要改善 但是我,作为主席 我是很高兴的 我和我的游戏运作成的目标 和 Marko和Ricardo 这席人对游戏提供的信价 那么我也认为我们上海海港队 应该会在接下来比赛里面 需要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表现的更好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联赛刚刚开始打了第一场 那么一切都处于一个开启的阶段 我们还有许多 很多地方需要去提高 当然我也非常开心我们的前锋 那么像10号这个洛贝斯 还有像这个7号这个阿诺托维奇 他们都打入了进球 因为他们对于前锋来讲 能够取代进球 对前锋的自信心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 好的谢谢 下面是绿区媒体提问环节 绿区媒体记者有提问吗 请工作人员传递一下话筒 你好 那个我们看到球队在最后的时刻 换下了所有的外援 在场上基本是一个全花班的一个形式 想问一下昨天他是对这个是怎么考虑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奥斯卡在这种比赛里面 献上了四个助攻 这一般的一般是很少见的一个表现吧 想请他评价一下像奥斯卡这样的外援吧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外國的選手們在這裡幫助他們的性格、性格、心態 因為它是不同的 但再次,大家都有自己的責任 我試著不讓外國的選手們和中國的選手們 我們是一個團隊 我們贏了一起,我們贏了一起 我們想要創造這個一個團隊的精神 首先關於您提問的換人的問題 其實不是什麼所謂的外援和外援或者說中方隊員這樣一說 因為所有的球員都是我的球員,都是我們俱樂部的球員 那麼這樣一個條動完全是出於一個積算數的考慮 那麼第二個問題,其實答案是類似的 我們中上賽場的外援他們可以給我們這個比賽 帶來他們的這種特點 那麼他們的水平以及他們這種精神方面的一些東西 但是其實場上的這個每個球員都是有自己的責任的 那麼所以說我不想把這個所謂的外援和中方球員去區分 去區分開來 因為我們是一個整體一個球隊 我們一起贏,然後我們一起輸 那麼我希望在場上能夠看到的是這種團隊的精神 奧斯卡的第二個問題 好的,謝謝 上海海港隊的賽後新聞發布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稍後召開天津金門虎隊的賽後新聞發布會 看到了萊克其實對於這個上海港幾位球員的一個點評 那麼這場比賽的確是這個6比1嘛 那球員其實在各方面的發揮也是不錯 兩位老師覺得上海港的這個球員 進入比賽的狀況怎麼樣 狀況就是他們備戰的這個體現 進入比賽節奏快就是因為我超長的一個備戰期 各方面做的都不錯 聊聊發布會吧 我覺得萊克這個教練因為是今天中超首秀 所以他發布會其實看點還挺多的 第一點我覺得這是一個其實挺有性格的教練 他說的話可能看上去沒有什麼披露 但其實或多或少都有自己性格的一些影子 比方說問到阿波拉罕今天表現很好19歲 未來是不是你的年輕球員裡面多一個選擇 他說他踢的是不錯 但我們這個比賽對我來講我只看他今天的發揮 他今天表現好不會對我未來使用其他球員有任何的影響 就是說我是根據球員臨場的狀態去調的 這點我覺得您作為前球員是不是也喜歡這樣的教練 其實因為我現在也當教練了 之前當球員那時候其實並沒關注到 那會也沒有關注到賽前賽後新聞發布和教練講些什麼 那您那會鐵打的主力也不需要聽聽這個是吧 其實聽聽有好處啊 當時是沒怎麼聽話 但其實從他像你說的 他從他這個表現來講 就是說他很歐洲的一個教練 他會從球隊的整體考慮 才在一場比賽對賽後對媒體所表露的這種態度 就是說這一場比賽是我們所有人努力的功勞 包括教練包括隊員包括方方面面 所有人參與到這裡面的人 都是付出了同樣的那些努力 所以說是需要每一個人都要為這件事 去使出他自己的權利才可以 如果說他就說不管阿布拉罕到底是19歲還是39歲 他在這個團隊所起的作用 在他眼裡就是團隊 就是他今天可以做 他就可以做 明天他不可以做 他同樣可以被換掉被更換掉 就是他所做的主要點所做的 就是派上是一個最優秀的球員 本場比賽或者是這一瞬間最好的球員放到球場 讓他們一起去比賽 一起去贏得比賽 這就是他整個對上岗隊的一個改造吧 應該算是 是 那我們接下來來聽一聽天津金門虎主教練 余根偉賽後的一個接受采放 好的發布會繼續 我們接著召開天津金門虎隊的賽後新聞發布會 首先有請主教練余根偉先生點評本場比賽 今天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比賽 場上節奏非常快 對方也確實給我們知道了很大的壓力 這種強逼迫 高強度的這種壓迫 確實我們很被動 但是我很欣慰的是 所有上場我的隊員都全力以赴 體現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 同時我覺得有兩個情形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個就是說 上半場我們的首發前鋒理想 在20分鐘左右就已經 鼻樑鼓已經歪了 如果不是他提醒我呢 可能教練組都不清楚 他一直在帶傷堅持比賽 現在診斷結果已經出來了 粉碎性鼻樑鼓粉碎性骨折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種拼搏精神 還是作為主要練我非常欣慰 也為他感到驕傲 第二個情形我覺得雖然是0比6 落後 但是我的隊員沒有放棄 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能夠獲得 由於他們的這種努力付出 我們有了一個球的收穫 我覺得這都是值得肯定的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主教練 下面是藍區媒體提問環節 投訊體育 投訊體育這個主教練你好 因為今天這場比賽 在這個比賽結束之後 主教練有沒有從這個比賽當中 汲取一些經驗 然後更好的來應對接下來的 一個比賽呢 激戰 激戰術層面呢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幾天 去做總結 然後逐步的來去提升球隊的 整體的這個 攻防的能力 好的 藍區第二個問題 同球隊 主教練您好 就是像這種大比分的失利 會不會打擊到隊員的自信心 然後接下來會怎麼提升隊員的士氣 其實大家也都清楚 我們是一支全新的球隊 確實 訓練的時間 包括磨合的時間短了一些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足球 符合足球的規律 你的準備期短 你可能就會付出一些代價 那麼我們希望通過這幾場比賽 來逐漸的來縮小這個差距 好的 謝謝 藍區媒體提問環節結束 下面是綠區媒體提問環節 想問一下余子 就是說今天可能 除了您說的這個比較欣慰的場面之外 就是到比賽結束之後 天津來自天津的球迷 也一直為這個球隊在加油鼓勁 是不是這讓您也很感動 另外第二問題 就是說球隊可能 雖然說丟球比較多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進攻 在本場比賽只有兩次射門 是不是接下來進攻 也是我們必須要提高的一部分 攻防兩端 我們回去都會接下來 通過比賽的錄像 我們去好好做總結 然後逐漸的去提 提高 怎麼說呢 這個進攻確實 現在的我們目前的這個人員的這個 配備確實就是一個現狀 因為中超的好多球隊可能在封線上 儲備了 除了外援之外 儲備更多的封線球員 我們在這方面呢 也希望通過後續的時間 包括中期的轉會窗口吧 我們再做補牆吧 好的謝謝主教練 天津金門虎隊的賽後新聞發布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場再見 歡迎回來 這個粉碎性骨折的確是 應該是在場上還待了一段時間 忍受了一段時間來跟教練組去分享這個事情 那兩位老師覺得這個事情是不是 就是還是對於球員來說 意志力還是不錯 在上半場其實我和網上都聊過 理想在比賽當中 可能有點沒有進入節奏 那麼賽後呢 教練說了 是這個鼻梁鼓粉絲性骨折 那麼這個就 也可以體諒到球員的不容易 因為理想這個隊員的老隊員了 他10年的時候 報名了一線隊 在天津踢球 沒有上過場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將 他心理應該也想著我到這個歲數了 我未踢足球我出把力 單前鋒確實不好踢 您是打經過手 您也知道這種局面 對於理想來講 他本人也能做的事情不多 沒錯 其實吧 就是從這場比賽來講 包括這個賽後的新聞發布會上 這個余導他自己說表現出 說談的這些問題 都是擺在現實上的問題 對球隊來講 現在就沒有時間 如果說就是 因為這個球隊和教練之間 也有個磨合 他不是說我教練來了之後 我有高超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指點成績 他不是那麼回事 互相之間得需要磨合的 就說余導演 對這支球隊的每一個球員 他在比賽中表現出來 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他也得需要一定時間 去了解這個事 因為畢竟集結時間太短了 其實這一場比賽來看 其實隊員和教練 都已經全力以赴 做到了他們 可以做到的最大程度了 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再去總結 下一步就去看 如何調整好隊員的狀態 就像他說的 回去再看看錄像 去看看每個隊員 實際上在數據上 包括每一場細節方面的 跑動和表現了 實際上金門虎最難打的一仗 已經過去了 因為首輪對著韓港 是不是在第一階段 最難踢的球 後面打亞太河北 大連日武漢 不出意外的話 應該不會出現 這種比分的慘敗 當然還要看球員 後續的努力 但我覺得在紙面 陣容實力上 應該沒有那麼大的差距 所以調整好心態 回去像王爽說的一樣 多看錄像 多找問題 多補不足 這樣的話 可能後面的比賽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去爭取拿分的 是 那我們一起期待 天津金門虎 和上海海港 接下來的一個比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 首先來開獎 競賽派大神 來看看咱們的各位窮迷 都答對了百分之多少的比例 我看不太清楚 梁老師幫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個選B1-3個的60.3%的人 選C的4-6個的34.5% 選第七個級以上的 我覺得2.2的朋友 其實說實在話 差一點 差一點 已經刷下去很多人了 來看第二道題 選擇C的就是答對的同學呢 其實還是比較多的啊 來看下面一道 所以說這個三道題啊 只有第一道題 刷下去的人比較多 那麼如果全部答對呢 是可以瓜分2000元的現金大獎 那我們看看 最後是幾個人 三個人來瓜分2000元 三個人每個人是多少錢來著 這寫著666.66 說明猜的真準 尤其我們說實話 今天這個總進球數 猜這個七個級以上的啊 這個2.2的朋友 這個挺厲害的 有點東西啊 有點東西 歡迎各位以後呢 也可以繼續參與到 我們的這個金策霸大神當中 有現金紅包可以拿 接下來來看一下 明天的比賽 還有哪兩場 對決的雙方都是誰呢 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輪後面的比賽 河北隊對武漢隊 然後就是本輪的重磅大戰 上海深花對陣北京國安 這場金戶大戰 各位可以來期待 那麼本場比賽 到這就告一段落了 感謝雨萱老師 感謝王之島的精彩解說 我們下次直播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